Support我们 每次我们上这种跨学会的大课 都是建平给我们Support 对咱们美中的我觉得技术力量还是蛮强的 建平是北卡的负责人 北卡是协会的负责人 他是Support我们 我们大家联合互相帮助 I see I see 我一会会把我手机 我微信全部 电脑微信推出手机 我也放在基因 但是提醒我 可能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提醒 比方说如果 如果视频都没有了 然后我一个人还在这个 我会提醒你 我会提醒你放心 没问题的 蔡老师上来了没 好像还没看到 好像没有 你看一下YouTube应该可以了吧 我再看一下 出来了出来了 同步过去了 所以没问题 好的好的已经过去了 我这里也可以 但我把它关掉 我怕影响到我这个 就recording就是里面那边做了 我就不做recording了 怕影响到占用我的资源 你刚才你在recording吗 刚才是谁在recording 刚才是我点了一下 我现在把它关掉了 因为我也担心会 因为我的lightroom pholoshop这些机子 我全部都开了在 就怕影响到 对对你不要 你不要record 那个建平帮我们 开始record吧 好吗 建平 建平那个YouTube那边没问题了 挺好的 现在有十几个人在那边看 我们自己的三系自己群里面 我都叫他们不要 不要进会一次 就尽量把 对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让出空间 给我们其他摄影协会的同学们学习 我们已经有差不多近三百人了 就下都会把它全都翻 好建平那你帮忙开始录像吧 我们就先录上 然后等到那个蔡老师开始 反正我们就一直录下去就好了 停还有五分钟 我现在已经有八十多位朋友们上线了 欢迎大家 我们呢 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静候 谢谢 如果说 Penry老师如果说中间 不能mute某个人 那可能会把所有的人都mute 我就click mute all 然后呢我再跟老师说 你要unmute 你自己 万一不能一个一个去mute的话 那可能就要mute all 这样子 这个你有经验怎么处理 都怎么处理 没事没事 行然后呢我们就是之前 让大家把有什么问题 放在chat room里面 然后呢我可能中间会插问题 如果觉得很需要的话 不很需要我就 我就不会问了 然后呢如果说那个 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大家的问题总结一下 然后就是给老师来回答 这样子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呢 有有相当内容是在讲解这个演示这个photoshop或者lightroom这个过程吗 嗯 可能跟一般的讲座不是完全一样 就是你们这种讲座可能真正的是lectual这样讲的不是 因为我们这还是个demo的过程 demo这个电脑屏幕的套运作 我觉得可能最后可能最好的是 因为这样的话就 就不会断 除非有有荣耀问也可以 我现在呢就说因为我的例子比较多 我试着做了一下子就说我大概有六七个例子加上还要还要连接手机 所以呢 嗯 我手机现在没有了等会两怕有干扰 但上次我我我再讲我们自己讲点手机说出现了一次电脑时机整个整个会议就停下来重新再进去 还好没有影响到大家只是说耽搁点时间而已 那这样的话呢 因为演示这个内容比较多 我担心我尽量能够把对更多的案例提供给大家 因为每个案例都有意味着有不同的也给大家会有启发的 但是如果说是宗教打断的话呢 就有可能导致我没办法讲很多 如果讲不了很多 我尽量还是把每个案例的情况讲掉 但是是不是从zero从零开始给大家一步步做下去呢 这个呢就要看我们时间找空 嗯嗯好的 我会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有可能还是不不stop 就是说老师继续讲下去 但是回来再看录像吧 就这样子对吧 因为我我我们其实我为这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开了一个这个专题群 就是你现在的还不到300人吗 如果说大家如果说之后还想继续讨论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邀请大家进入这个群里面 因为在这个群里面我们是 以前也是这样的上面一个群 专门就讲这个 就是谈这个内容 就是有人有什么 包括版本的问题呀 包括安装的问题呀 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 都会在上面来提到这个 好呀 那老师就最后把你的微信 QR code给大家 display出来 这样大家可以加老师 对这个powerpoint的最后一页就是我的微信的 好的好的 嗯那行那没问题 好我们还有两分钟开始 欢迎大家上线 嗯我们很快 呃就可以开始了 蔡老师上来了吗 Peter Tsai 好像没有没有 还没有哈 嗯 Henry老师就是听课的时候 是否我们两台电脑 一台就是把mine room打开 呃这样子要效果好一点呢 嗯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因为我的内容相当的多 我没有时间停顿 可能跟不上 对跟不上 对对还不如仔细的听 回来以后 跟着录像操作 你录像可以随时停吗 啊那倒是 那倒是 那倒是 就像我们访客一样的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双饼 但是因为是录播客 那么你可以事后再去做 嗯嗯 那有道理 呃所以老师说 你说那个这个 这个课程会录下来 对对 给我们那个连接 放在我们群里面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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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谢谢 这个不仅仅放在群里面 我们就在 那边已经说了 可人已经跟我说 会在B站发布 那么3C这边也会在B站的 B站和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YouTube里面发布 也会在我们公众号发布 那么这个另外一呢 就是说 呃因为我本人就是想给我们 自己的网课 做一个update的 就是做 做一个update 所以呢 我这个这个网课呢 我甚至还会有这个 就是我今天提供的这些 课程的这些 缩小的DNG RAW法 我都会把它发布到 我们班群的那里去 但是呃在这里呢 我可能没办法就 全部都给大家 但是如果说是 你们协会如果说 有特别要求 希望我能够提供的话 我到时候可以跟 个别来商量 因为这是我会提供给我们 我们自己班上的学员的 就是这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嗯 嗯 他一张没有 嗯 到点了啊 那个 Peter老师好像还没有来 没有到啊 还没上线 本来之前前面是他他讲的 然后我就是做一些 menteness 像上次 金英老师讲课 也是他来做的 开赏白 对对对 原先是这样讲好的 对 再等他两分钟吧 嗯 好 我给他发个微信 关注 我你要先 让他来ует 一án 我和你 在那里 一哥 这人 那里 没见到 你们 是 但是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好的 谢谢维度 看Peter来了 来了哈 OK 蔡老师 找到Peter 马上进来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David 我已经来了 刚才有点事情耽误了 刚刚回来 没事没事 蔡老师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已经开始录像了 已经开始录像了 是吧 没关系 反正可以cut的 没关系 不过 现在是8点0 8点2分 我们再等3分钟吧 好吗 好的 看看只有200多人了 应该今天会参加会的人比较多 因为我们这次有很多的协伴单位 对 2分钟 好吧 好的 嗯 对不起 老师 Henry老师这边是让我们都上那个YouTube 可能他这边300多个人都是在YouTube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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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师你好 Peter 我是Amy Amy 你好 你好 看看现在多少人了 200多一点 我们可以再2分钟 好吧 没问题的 我们有没有YouTube同时转播 有的 有的 现在线上有50多个人 哦 OK 嗯 国内的朋友呢 我就只能跟他们说是让他们等了 他们本来 我也没有很多人 我没有要求他们进我们的群 因为觉得反正要看不了的 我说你们等我们到时候在B站发布了 嗯 嗯 你们是有 你们是有那个Henry老师你自己有 Bilibili的那个什么账号吗 有账号 有Channel 哦 有的哈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那放了 OK 但是如果说我来我来放的话呢 我可能后面这个视频的话 你把视频给我的话 我可能会做一下编辑 用专门的这个讲课的软件来做一下编辑 好呀 好呀 比方说我当我提到一个快捷键 可能我考虑很快说完了 那大家可能就没听到 比方说out键 option键 大家可能没听到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在我的屏幕上就 打出来这个字 那太好了 然后呢 比方说我说哪个地方 可能要放大一下 我有可能对局部去做个放大 如果清楚的话呢 我就会做这种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网课的标准模式 就是我们上我们网课都知道我们放的菜单 某个系统细节全部都是给大家放大看的 就是瞬间弹窗弹窗出来呢 看大看清楚 如果说这个视频给我觉得可以这么做 他如果清楚度够好 如果不清楚放大也看不到那也没用 然后清晰度够好啊 我会花点时间给大家看 稍微编辑一下 好的 那我们蔡老师 我们差不多开始吧 对对对对 那个大家好啊 我们这次是请Henry老师 他是加拿大的著名的风光摄影师 来这次做我们一次Lightroom 因为Lightroom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但是他这个版本呢 就是这一两年 这个版本升级比较大 那么有些有个别的那个 呃 操作呢 是跟以往不一样的 我们这次呃 特地请Henry老师来主持这个讲座 呃 这次讲座的主办单位是美洲摄影协会 新泽西州摄影协会和纽约摄影协会来 三个摄影协会来主办的 那么我们还是说一下有 呃 因为主协办单位挺多的 还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首先有旧金山摄影师联盟 休斯顿华人摄影协会 啊 费城石关文艺沙龙 三方式的华裔摄影协会 北美艺术摄影协会 美京华人摄影协会 波士顿华人摄影协会 加拿大中国摄影协会 澳洲地平线摄影俱乐部 北卡华人摄影协会 湾七摄影天地 大西洋摄影协会群 北德州亚裔摄影协会 野生动物摄影论坛 红牛师弟摄影群 可可千里群 以及管角镜摄影交流 是这个纽约的啊 呃 那个我们现在呢 就是主要是介绍一下 Henry Liu啊 他呢是三西摄影社联合创始人 是IPF国境摄影师联名技术总监 加拿大著名的风光摄影师 他曾获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优秀奖 和2014年获得美国户外摄影师 年度比赛的那个奖 他承受 承受 由英国专业风光摄影杂志 Landscape Photography Magazine 采访并专辑报导 2015年获得多伦多国际摄影 国际摄影节金奖勋章 以及2016年获得家中文化交流摄影贡献奖 2018年呢他担任 新浪网 尼豪世界全球旅行大赛评委 Henry的作品呢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 评选为广告片 选为广告片呢曾刊登在Facebook的主页 他的图片也为 被Gate Image等多家设计 知名的影像公司购买和使用 那么他当然他有很多的那个Credit 我们这里因为时间比较紧 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人 你能不能说几句 好的谢谢蔡老师 非常荣幸今天晚上 可以跟蔡老师一起host 刘老师这个讲课 我呢是美中摄影协会副会长可人 前一段时间呢跟刘老师交流的时候呢 想请他给大家做一堂大课 那么呢刘老师对于这个Lightroom 非常非常excited 这个新的这些功能啊 他非常excited 所以呢就说一定要讲这个 所以呢我们最后商定呢就是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个讲座 老师这么passionate 肯定会讲的非常棒 大家一起期待 那么今天晚上 因为上线的朋友们非常多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静音 然后呢这样让老师可以 就是一直讲下去 不会被打断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放在chatroom里面 我们在最后可以回答 如果中间我会觉得就说 希望有什么问题 可以希望老师当时解答呢 那我会跟老师提一下 是这样子的情况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老师 我们会有录像 录像呢会在结束以后 在各大摄影协会分享 所以呢大家放心 可以就专心听讲 回去以后呢再跟着录像一起 再慢慢操作 好的那请刘老师开始吧 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皮特老师和可人老师 发出支持这个讲座 确实 当时在联络我讲 讲座的时候有有其他的选项 但是我自己呢 一直对这个lightroom和 这一年来的变化 觉得非常兴奋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变化 它改变了我的这个摄影流程 另外呢也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在教学过程中 有碰到很多年纪大的人 他们都觉得 就朋友他说 Folosham好难学啊 怎么怎么样的 愿意拍但不愿意修 甚至有些干的 就觉得风光难 他偏太难修 都不再多了 就是跑去拍其他的 但我我自己呢 觉得我自己这段时间 我用lightroom用的很多 然后呢又包括camero 我自己觉得 他实际上是把我的工作 讲话了很多了 修片速度也快了很多 那我觉得这种这种好处呢 不论是我一个人独占 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 希望给大家大家讲 然后呢可能就认可 并且呢联络我们一起联络 Peter老师一起来 来主办这个节目 所以这里呢我非常感谢 可能还有Peter Tye 还有我们这个美中摄影学会 新泽西州摄影学会 和旅游州摄影学会呢 联合主办这个讲座 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七个 我说好像是七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摄影单位 一起来协办这个活动 这个讲座 话就先说 我们可以直接就切入主题了 我这里呢要稍微说一下 刚才我已经讲到 我为什么要讲这次讲座 是我觉得 嗯 这些年来我们 就像我是2006年开始 从玩摄影的 慢慢的从一个人玩 玩到被人邀请去 真是被人逼出来去教学的 不是我自己主动跑去 是被我当初朋友逼出来去教学的 然后呢逐渐一直玩下去 这么多年来让我兴奋的 除了你买到新的相机 你会觉得很兴奋的话 另外一家软件 然后呢后来我刚刚进入买了离康相机 以后呢我完全是用Capture One 这款软件 那早在2010年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软件 那个时候玩的能不多 现在可能玩的能还多一点点 那个时候买这个软件 确实不多 然后我玩那个软件 我一直觉得那个软件不错 后来之所以转到教学这边来以后 因为我教学毕竟是他要求 要接受大家的更多人的 那更多人accessible的就是这个 Lightroom这个软件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属于一种被迫转过来的 我一直没有觉得Lightroom很好 而且我非常不满意Lightroom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Lightroom它的设计 有点像个理工科的老师设计的 它的所有的调整都是滑感参数 作为Photographer 我们摄影师呢 我们是做形象的 就是照片 那我们思维很多时候呢 都是一种形象思维 色彩呀色块呀都是这种 所以我一直不是做特别很喜欢Lightroom 直到2020年 他们推出了这个V10版 V10版呢 他们把这个Split Tonic色彩色调分离吧 他们改成了叫做Color Green 这个词直接搬用了我们Video V10的编辑里面用的这个词 叫做Color Green 这个词来做 然后呢他把这个滑感变成了色轮 这是呢我少想兴奋一下 我还专门为此录了一堂我们的视频课 讲这个怎么使用 但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 他就引入了这个门板 这个 提入这个门板交互的功能 那这个交互功能呢我一下呢 因为其实其实要说Lightroom 实际上他以前是有的 我们朋友中可能还有人在用2021年版之前的 比方说V10版 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个有个门板叫做Range Mask 我把这个图片调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我刚才就我们自己群里面就有朋友在问 等一下啊 在我们旧版的就是V10版或者更以前呢 我们有用到这个关系门板的概念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叫力镜 叫做线性渐变 linear gradient和这个镜像渐变 radio gradient 还有笔刷调整画笔 然后呢 还有在这三种力气下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 范围门板 就在我们这个右下角上显示的 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规定 我所做的调整影响到色点 颜色亮度和深度这几个关键 颜色亮度大家都想一见知道了 至于深度啊我们用不上 因为只是很特殊的相机 相机本身要带有那个深数参数 叫做Depth Map才有 所以我们根本就可以forget about深度 但是颜色亮度我们用的很多 这是之前的这个版本 那现在这个版本 现在这个版本呢 就把整个所有的门板都拿出来 所有这些力气呢都单独作为门板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最关键的是 以前我们说的亮度和深度实际上呢 严格说是一种交互功能 所以交互功能就是交叉 就是说我说我要调整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调整我现在要影响到什么呢 影响到某种某一个亮度范围 或者影响到某一个颜色范围 而现在呢是我这个影响是可以相加 可以相减也可以交互 这个功能影响强大了很多 而所有的门板之间的这种交互交互 之间的交互 这样两个门板之间相加相减 甚至多个门板之间相加相减 那个说的不好听你觉得困难 但说的好听一点呢 那就是very fun 摄影后期从来没有到现在 变成很好玩的一种 等会呢我会给大家来继续讲这个 继续怎么做 但这里面呢我所要说的是 以前我们的流程 我在这里显示一下我们的流程 以前我们的流程是这样的 这是我做这个后期的流程 当然我这个流程没说到 我的构思这一部分 我说的是在电脑上操作的流程好 导入照片 剪片的打分 就是在内容里面做 然后呢我们在内容里面 会做前级调整 色彩对比啊 这个亮度啊 这方面做前提 甚至有些 比如说沉点啊清除啊 做这个功能 然后呢做局部调整的 局部调整的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要加一个 现件件 在内容里面呢 我们会把它送到 去做主要的工作 那这是2021年以前 我相信我是这么做 我相信 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 包括我自己也有很多图片 也是这样做 只是说有些图片呢 我现在变得很大了 那之前是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我们除了做全局调整呢 我们有很多些 我们会做创意渲染 我们会做范围的云造 这个就是我们等会都会讲到的 这个东西 这里我稍微说一下的 就是我从night room送东西 送poto到photoshop里面 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 我们都有很特殊的动作 叫做我们在电脑上打开 edit in photoshop 但是呢我们都要有个open smart object 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很关键哈 这句话呢open smart object 因为我们从night room里面 送到photoshop里面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是raw 是原始的raw 而不是一张截皮机 不是一张tiff 不是whatever 就是我们送的raw 然后再raw 这个raw会保持所有所有的特征 你所有的修改 都在photoshop里面可以看到 可以再去改 回到camera里面去改 所以呢我们有个流程 就是在photoshop里面 这个好敏感啊 photoshop里面呢我们会 再回到这camera里面 再去做调整 有些地方要找 然后再追逐 我有一个岔路出去 那这是个可选项双向的 然后totoshop做完片 我们就修图 就算是出片 那过去和现在变化呢 关键是把photoshop里面的 大部分的工作 带到了这个lightroom里面来做 而且呢它是相当的简单的 所以这里呢我要讲的是 特别强调这一点的 我之所以要讲lightroom 而没有讲camera 首先第一呢是我的修图 基本上都是在lightroom里面做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玩camera 你只是用camera的话 你会你不用担心 就说啊老师讲lightroom 跟我camera没太大关系 实际上lightroom的修图部分 就是camera 它完全是一样的功能 完全一样的功能 就是界面不一样 我之所以讲lightroom呢 这是因为我呢 我用它做其他事情 就是说它是我的色彩 图片管理工具 它是有图片管理功能 非常强悍的 这包括管理图片 选图片 包括我 我们像摄影师 经常出去很多图片 我们怎么去管理 那很方便 然后呢 特别是我们还有备份盘呢 它之间的移动 移动来移动去 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弄乱 所以呢它的管理功能 是非常的强悍 如果说大家有正版的 这个photoshop的话 我也强意建立大家用lightroom 来管理你的图片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之所以用lightroom 一个很好的东西 lightroom呢可以保留 全部的历史记录 你修的每一个步骤 都可以保留下来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说 photoshop不是也可以吗 我不是有history很长吗 photoshop只要你把这个 配出了程序 你不要说你关机吧 配出了程序 你所有的编辑的记录 全部都干了 没了 那么你唯一就是说 除非你像我这样 我是非常遵循这个 Adobe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 他们推荐过的就是 non-destructive workflow 就是非损毁性能工作流程 我的每一个图层 是一层层的 往上面尽量用 而且尽量用这个 smart object 智能对象来做 那这样呢 我做的每一个修改 每一个修改 都可以看得见 我随时可以反过头来 再去做修改 当然这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自己要这么做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 当然也是因为我是从事教学 我们跟学员修片很多 每次带学员都要帮学员修片 修片以后 然后就给所有的人要去看 去学 那么他们要看到我们做的每一步 从从导路图片以后的第一步做起 一直到他们看到的完整的作品 我们都是那这样来说 所以呢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呢 我很注重这个东西 但是lightroom呢 它有个推荐 它至少你在lightroom做的所有东西 全部保留上来 这个呢 没有其他的这个修改 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camera roll啊 或者说photoshop都做不到 所以这是我用lightroom 我也推荐大家用lightroom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用camera roll 所有的修改方面完全一样 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camera roll现在多了新的功能 我后面会提到 等会在演示的时候会提到这一点 在我讲图片的时候呢 我具体讲图片的时候呢 等会又会很多呢 我会讲的很多操作过程 所以呢我在这边呢 就先提一下关于构思 实际上 所谓的方法技巧 什么方法什么技巧 条条道路通我嘛 你无非就是 你做这个方法 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做那个方法 光光photoshop里面 你想做到同一个效果 我想起码有上十种方法吧 那加上lightroom就更多了 就是很多方法都得到同一个效果 最关键的还是思路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 就特别要跟大家强调这一点 就是我在后面讲片子的时候呢 我会用第一张片子 最简单的片子来强调思路 在这里呢我先提一下 等会我再回头来 给大家重新强化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在拿到一张片子 像我嘛 我是在lightroom里面选片 选片本身就带就一个 一个构思过程 这个片子我为什么要选 当时现场 我为什么喜欢这张片子 我为什么按下快门 那这都是决定 我后面要修他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修这张片子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当时感动了我的地方 那我在后期 我在做后期的时候呢 我要看他到底能不能够 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光够不够好 哪里有不满意的 哪里有错误的 哪里有缺陷我要改 都是在这个阶段 我们在开始修图之前 我们都要去做个评估 都要去判断他 然后在修图过程中 我们会注意哪些因素呢 很多因素 我只随便列了这这几点 那这几点呢 我是认为有些因素 是不会被人注意到 尤其是因为现在摄影爱好者 特别特别多 因为摄影的门槛也比较低 大家都大家都会拍片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一张片子你觉得很不错的 但是你碰到大师的片子上 你会你仔细的看的话 你看到完全不同的感觉 他特殊在哪里呢 就是说构图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会讲构图 我要每个老师都可以提到构数 社交显然 每个人都会讲到 我怎么样 然后呢明亮度 这些都是一个 一张照片该有的因素 但是呢 我这要提到几点呢 大家 就是我们后面的修图 要强调的几点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 每张片子都麻烦你看一下 光是从哪里来 光的来源 我用黄色来表示这个 看我们桌面 屏幕上 光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 光的方向 你要不要去表现这个光的方向 有些片子你是不需要表现 有些片子是要去表现的 你要不要去表现 那光的方向 然后呢 光的反馈 光映照在物体上 地面 人物 树 植被上 他是怎样去反馈的 那么我们就是说光的映照效果 我做了这些东西呢 就直接答到下面就是 你的画面有没有3D感 因为咱们照片 都是二维的 平面的 照片 除非你拍的 某种特殊的格式 比方说 极简模式 或者说是拍的是那种 pattern的 写的那种 那种 我们叫做 textual 纹理 或者说 模板 这种很简单的 这种pattern的模式 不提这种 3D感觉 但一般的照片 大部分的照片的话呢 我们都会感到 尤其是广角风光 我们会注意到这个画面的3D感 我怎么去营造这个3D感 其实就在光的反馈 然后画面的众生感 其他的前的话题 我都会讲到 这个众生感呢 我就稍微提一下 我用一张例子来说一下 大家从这张这篇片子来看 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 就是在 当时我修这张片的时候 我注意到的这众生感就是 比方说我从跟前到后 这个河流的引导 这些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有 有的感觉 然后呢这个 比方说我这个树叶 素质的 谁强谁弱 我都一层层的做上去 但是这画面没有的东西 我是人为加上去东西 或者说我是作弊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我为了把众生感 在这个背后远处 这三张的这个霧 是我加上去的 为什么我要加上霧呢 我是让这画面有一层层的感觉 加上这个霧 而我为什么这张片子 我现在又来讲了 这次我要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实际上 这是这张片子 是2019年带美西兰德团去的 然后我们停了两年以后 去年我们又带了2022年的 这个美西兰德团 我们站了同一个机位 同样的典范 这个桥上 大家很多人都应该都知道 尤其在在美西这帮朋友们 那个远山就是这个样子 exactly the same 那个霧 当时我们我把这个片子 拿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看的 同学们看的话 哇你这个霧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这是你自己在做所有的东西 要做到有点 这也是我们做摄影最独特的地方 摄影不但是一个艺术的 做这个整个要紧的艺术需要很多 另外你也需要有物理的这个知识 科技就是你能够判断到这个现实中 可以发生的情况 这包括光的方向也包括这种物理 它是合理的 我这张片子拿出去以后 后来我们站在同一个场景 带着十来个学员 站在这个同一个场景 就看到一模一样的物 跟我做出来的物是完全一样 但这里呢我提到的就是画面的众生感 我们回到这里 所有东西奏合起来就成了氛围 所以在这张这一张片子里面呢 我这个这个这个slide 这个给大家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当然注意点 大家都提得到都知道了 每一个摄影师都会谈到的问题 这种我们要做产生的 什么构图色调明暗度啊氛围 但是呢具体修图 我们等会每一张图都会设计到这下就是 我们要强调的光的来源 光的方向 光的反馈 这三点 由此在决定我们的画面的立体感 另外作为广角 对广角风光的话呢 我们非常强调这个画面的众生感 用英文来叫depth 就是众生感你怎么去体会它 好这就是我在这里呢 花很短的时间强化一下讲一下这个构思 实际上我们后面我讲的这些 这些来共的这些技巧 我倒是总结的话 他就会觉得实际上是很简单的概念 但是要做好也不是那么容易 虽然每个动作就是他把我们这个 跟photoshop的相比简单太多了 photoshop我们想想photoshop的混合模式 有多少种 photoshop混合模式 光光混合模式就27种 我跟学员讲的话 我没办法把27种都讲了 我把它分成几大块 跟我们学员讲 但是呢 真的是不同的观光这个 比方说我加亮这一摊 那是overlay linear light hot light 用中文讲的是叠加 软光 soft light 软光 hot light 硬光还有线性光 这每一个光线都加成都是不同的色彩感觉 你在photoshop你要把这些东西学会 这只是一个混合模式啊 还有不同的力进 还有不同的加成们调整图层 太多的东西要去学 所以很多人他望而生微我非常理解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来说里面 好简单好简单 也很好玩 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我希望能把它的吸引去 对这个后期不要觉得畏惧 它实际上是个很好玩的东西 当我们有这个light room和camel这个新版以后 好 我下面的会讲这么几个案例 我尽量能够 半个小时过去了 刚开始 我尽量能够更多的跟大家从演绎每一张片子的做法 那如果不行的话呢 我会把这张片子的我的思维和他的做 这个事情 这个回应是 hello 我已经关掉了刘老师 继续 OK 我们回到我就回到我的light room里面去 好多啊 我开了很多面我怕到的不好开 我给大家看自然片子 这是之后 这是已经被我之后的片子 这个片子呢 如果说修好了片子效果 稍等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这也就是我们 嗯 大家如果看 Peter老师 发给大家的这个 这个通知 这个关于会议的这个广告啊 用了这个链接 这张片子实际上是我 2021年10月份去呃 去颁复在这个翡翠湖 我自己划船 自己拍的一张片子 这张片子呢 我觉得他非常具具备代表性 就是所谓 他玩的真好玩 所以我就让大家 希望大家 就是enjoy the play with it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功能真的是很强大 我讲一下这个片子是怎么出来 我现在把它reset 到原点 这个片子我之所以拍的这么暗 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我通常不会拍片 而且呢我也没有用包围曝光 我为什么没有用包围曝光呢 因为这是一张自拍片 我呢 我在暗上架好相机 架好相机以后呢 我必须到水里面去划船 然后呢 他得拍到我 那我并不知道我哪个动作正好 哪个位置正好拍的正好的 所以呢我就把相机设置在一个 间隔拍摄连续拍摄 他让他一口气拍一把张 每一秒钟拍一张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就没办法把它搞成 每一张还来个包围曝光这样这样搞 那我就没办法 所以呢我在拍爆 多张图呢 我就遵循一个原则 我不让他过报 大家如果看到右上角的 这个柱状图 他刚好控制到没有过报 但是呢严重的 全被暗部签报的影响非常明显 好在这是一个1850 他的动态范围会非常大 所以呢我不是太担心 所以我拍张片子呢 就是拍到张 就这么暗的一张这张片子 我们看看这张片子 我如果要去做该是怎么做的 但是实际上呢 我要做这张片子呢 是属于高一档片子 我把它稍微放一下 我呢先从一个最简单的片子讲起 我应该是从这张片子讲起 这张片子只是说我是怎么来的 我们的视频怎么来的 我应该是从这张要打好这张片子 好我把这张片子呢 yes reset 这张片子就非常简单 我可以说我这张片子 我自己做的话 我花了about 10 minutes 就finishing 大家看这个圆图 这圆图 这个片子实际上是哪个场景呢 他的真正的场景 完整的场景是这张 这个地方 那这个完整场景是我做到了 我加了depth 我加了仅深那个众生感 所以所以众生感 我就让不同的层次 不再来做 你能让你看到这是很深的感觉 比方说两边的岩石 我把它收光感觉 重新再去重新做 但是这个整个场景是这么样的 日出的十分 这个场景 但是呢我想拍一下 我人站在前面 但是我不需要 我甚至把天空那些很精彩部分都没有 只是拍到这个 人这个站的这个 做了这个地方的场景 其实我自己有站的拍一张 也有做的拍 我选择做的拍的这一张 就是让人坐下来 安静的欣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美 这是冰岛 冰岛的一个山谷里面 很幽深的一个山谷 我在这个地方呢 当时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之所以坐下来 也是有原因的 我站着站着站着拍不起 但后我说 马上我想跳下去的感觉 因为实在是 美到让人想坠下去 最近坠落到环林里面去 跳下去会是什么感觉 让我赶快坐下来 坐下来的时候 我望着这个瀑布 所以呢在这个片子的话呢 有几个几个问题 我要一个是我要表达什么东西 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构思里面讲的 我们要表达什么东西 我要表达这显然这个人在这里面 他在这个这么显慕的位置 我的构数是把它放在三分之一的 这个景致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么这个很显然 它是一个主体 然后呢他的目光 也就是我Henry的目光 我望在哪里呢 我望的是这个瀑布 以及瀑布整个周边的这个环境 那显然就是这个东西 是我要表达出来的 当时的受光情况 是什么样的受光情况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这段片子 我拍的比较暗 你看着看到这个片子比较暗 实际上如果说亮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墙上 这里实际上都有受光的 这个墙壁上 因为从刚才这张片子来看 从这张片子来看 它实际上是正面正面受光 我不是测光 但是我在做这个图的时候呢 我就想 嗯我不要它这个正光 正面受光它有几个问题 我不大喜欢的 虽然我那张片子上做了 它不容易制造这种depth 就是说那个深度感 另外呢我希望光能够照在远方 让我的视线看过去是有道理的 所以呢我这个片子呢 我决定我要改光 在这个地方就回到就是 光的来源 本来光的来源是从我的前方来 就是镜头所对的 镜头的那个方向 从镜头背后照射过来的 我要把它变成 从顶上过来 测光勾画就可以画画 能的能物的这个轮廓也会出来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测光 然后呢有这个效果 嗯这是第一我要改光 第二个呢这个色彩呢 我们是中秋 呃我们的九月份去的 那我希望这个色彩更加脆绿一点的 他这个就很好改 我就改的脆绿一点 那基于我要改光的话 它就涉及到一些问题 比方说我的这个人 他受光的情况 他的衣服他的头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它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也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冲锋衣 这个防水衣 颜色不是very good 我希望他outstanding 更加显出一点 所以呢我去分析了这几点以后呢 我就开始来做 好那现在大家看看我是怎么来做的 哈 我就一边一边讲呢一边做 这个有点影响我 嗯 对于这张图片呢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啊 这个这个草 这个植被 我希望他能够表现更加绿的感觉 而不是这种带着黄 所以呢我把这个植被往这边 往这边移一点点 把这边 白平衡 就第一步 一般我们画面第一步 就调整白面 稍微调一点点而已 马上就 这里就马上就可以看到 有一点点不同了哈 这个效果 然后 这里 这几个调整呢 我都不要 我会把这个曝光 稍微加一点点 因为他比较暗 稍微加一点点 嗯 然后这个对比 这我每说的一个 每一个每一项比较 都是有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是怎么想的 这个 我知道很多很多的摄影师 尤其是早期我在无纪论坛看到 国内的摄影师 都特别喜欢用对比高度 这些拉 我极少去动到这个对比哈 我不是不动它 但是我要动动一点点 但这张图我根本就不动 我要动对比是 是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是通过三个方向来动对比的 我是通过exposure white black 它分别是曝光白色射箭和黑色射箭 我来这点对比 白色射箭往上拉 黑色射箭往上停 这个对比 为什么我不动这个contrast 这个对比呢 contrast是这样的 你往它拉强也好 减弱也好 它实际上就分别是 把暗的压暗的变亮 但是它是一个完全均等的 两边均等的动作 但是我呢 我希望自己控制 那么我可以决定 我这个我希望亮的多一点点 但是我希望暗的少一点 因为我不希望暗部没细节 我就这样来做 有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甚至把画面 调整exposure 来控制我的对比 比如说我把 我把现在把画面调回来 不要不要了 但是我把这个亮度 加亮一点 根据自己需要 这一点点 所以我是根据这三个 来调配比的 这是我自己的小小tips 下一步 presence 这里texture clarity 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人都喜欢调查 我也以前也喜欢调查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少的动作 他texture是纹理 也是类似于一种细节的那个那个说法 就是不同的不同的范围里的纹理 它相对于sharpness 是一个不一样的 小范围的纹理 clarity 大范围的这个纹理 clarity呢 经常大家说到 我调clarity 就是清晰度 是让画面有通透感 但是 很多图片呢 我并不要求画面特别的通透 因为通透过分的就刺眼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我现在不是太多的动到他 如果要动他 我是动一点点 但这张片子呢 因为我是以氛围为主 刚才不像刚才那张片有大红光的 我是以氛围为主 所以呢我这两个呢 我都不动他 vibrance 我很少动到这里 saturation 不动 好 下一步是什么 如果大家正好在lightroom 刚才刚才mades说 我们是不是把自己lightroom打开 如果你们正好在lightroom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lightroom 跟我的lightroom就不一样 我的下一步是calibration 这是因为我在我的这个develop panel里面 把这个顺序都全部调整了一下 我做完这一步 我下一步紧接着要做的就是calibration 这正常情况下 而calibration为什么我要做呢 上我们网课的全部学员都应该知道 我们有个秘诀 有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我们说是大师们密而不宣的秘密 这所有的这些色轮这三种原色 红绿蓝蓝色是很特殊的颜色 我把这个蓝色加到最满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什么效果呢 它不是只加满 比方说我这个是绿 绿就变得很很炫艳了 整个画面通透感 它的颜色炫艳度立马就出来 所以大家就整会 我这个片子不是个典型的片子 但是我现在要讲第一张片子就打多一点 我很多片子都会在这里做手脚 这么做一下 所以我不在这里调saturation 我在calibration这里调蓝色通道 我调蓝色通道以后呢 我下面一部接着要做什么 我就叫做射程 但是这张片子我必须说一下 这张片子并不是 这是我只是用的独立 但这张片子我不是 这是个氛围片 我不需要那么强的射程 所以呢我又拉回来了 但是等会其他片子我们就会看到 好如果我调了这个他导致色彩 尤其是因为是蓝通道 他会对蓝通道最强 他虽然对所有的色彩都加强 蓝色通道最多的 所以我往往会把蓝色会降的 比方说我自己已经选中蓝色 我会把蓝色对保和度稍微降一点点 这张片子我也把它降一点点 这是我们常做的方法 这其实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跟我们网课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讲到这一部分的 然后下一步呢是turn curve 就是曲线全局的曲线 turn curve如果说白确诊是这个东西 我很少去这样调 然后呢这个设置呢 在这个阶段呢 我调他们都不多 因为我前面有这个白平衡去调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调的比较多的是这个白色的 这个point curve 点曲线吧 中文叫做 那么我会把这个最暗往上拉一丁点 然后呢把这个 这里的稍微做一个很 在这里的曲线 我通常只是做的很小很小 不会做太多 最高处身为下面的 我不会做太多 只是这一点可以了 然后 就到了我们这个color grading color grading color grading V10 才有的 以前叫做street tonic color grading呢 就是这色彩分离 色彩分离 可能就叫做色彩分级吧 中文这样翻译吧 我是怎么来做呢 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说刚才这张片子 刚才这个 这张片子 这个片子实际上是 真实拍到的 这个三点红啊 因为是那个opangelo 就是太阳出来之前 没有直射 是一种红色的霞光 隐色的效果 天风色红色的 那至于我要做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高光 我希望它红一点 低光 我希望蓝一点 就红蓝两调 就把它分离一下 就做这种东西 那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做这个的 但是以这张图来讲的话呢 我不会这么做 这张图我是分为篇 我不是为了强调 早上或者晚上 我只要强调这个感觉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强调从 我等会要从光 从头顶上下来 而这种光呢 不是暖光 它不会用到这里面很暖 我希望它是一种 青色的光 所以我的高光在这里 稍微有一点特殊 我不是黄的 我把它往这个 先让这边调 然后呢 低光 对于我来说 它始终还是蓝色的 所以 低调呢 我放我往蓝色这边 调一点点 这里小小的诀窍 快门啊 那个快捷键 我按照control的话 如果我要调色调的话 按照control的话 他调的是这个色调 按照shift键的话 他调的这个浓焰 就是我这我自己调的 我很快就这么来调一下 那这当然我都是 只要轻微的弄一弄就可以了 我不用太严重 然后色彩 色彩 我我自己发现 那上我们网客人都知道我是怎么来调一步 但现在我是稍微要说一下 我不会太多动它了 尤其像这个氛围片 它的细 它的细节不是那么特别强调强调的氛围 嗯 而且呢 来来用这些年来越做越好 在这个细节上处理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前确实呢 这radius这个这个半径 它是1.0是非常严重的颗粒 现在他基本上不好 条细节一定要百分之百看啊 他现在就很好 他即使1.0都很好 所以这里面有听课 听我们网客呢 知道我们以前radius all the way to 0.5 我现在我可能不会这样的 我就是0.0.7 到这个地方就可以 然后masking 按住out键 来调masking masking就是说 哪些地方你不需要 在这段头线呢 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他没有天空 天空你肯定不要 不要他去做的对话 把这个造点都做出来了 在我们这种情况 我还是要做一下 就是我按住masking 按一下呢 我就 反正那种成块状的地方 我都不要 我不要他那个 只是边缘上我要一点点 ok 这个就是关系 这里呢 照点什么东西 我 我这样子 ISO 64 非常好照点 我没有去拉 剪了 所以我觉得 我don't need that 后面的 Lens collection Lens collection 所有的片子 第一步 都是 其实我本来是要把它放 这个放成第一步的 但是因为我已经做了 preset 就是预设了 所以呢 我不需要做了 所以不管他 我每一张片子 只要到我的Photoshop里面 他自动会勾线 remove 这个CA 这个纸边 remove这个纸边 这个 我几乎百分之百的片子 其实这张片子没有很强烈的对比 还好 但是我不管他都缺省这样 百分百的片子 他自动去消除几遍 因为只有在RAW里面才好消失 在Photoshop里面再去搞的话 就很能搞 消除效果非常好 所以都always check this 那么我呢 我是在我的 我是在我的这个 preference里面 在 preset 我已经做了这一步 pre-shot 我只搞了这个removeCA 确定我的机型 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 主要是我这个照片来 立马就把CA 扔掉 I don't need to do that anymore 所以我也不把它放在第一步 实际上他应该是你做的第一步 transform 我基本上不在这里面做 等会我们会讲到 Lightroom和Photoshop有什么区别 这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Photoshop里面的变形功能 强悍太多了 到现在 我现在相当长时间的Lightroom 还是不能代替 如果你想做变形 到Photoshop里去做 Effect 我反正可以 一些金箱间变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所以我不在这里做 好 这就是前据调整 其实大家来看自然片子 我的前据调整 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我按一下 这个backslash 这个中文怎么叫 怎么叫 我不知道 backslash 连backslash 这个画面就回到你的 这个original的那个样子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样子 已经到了 这个样子了 这个色彩 对我来说太浓了 我 我不希望他这么浓的色彩 所以呢 我把这个色彩 包和降低一点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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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从 这个样子到这个样子很快的就已经做到这个效果吧 但是这是前据调整 剩下来的就是局部调整 我刚才说了 看一个摄影师 他的水平高低 属性上就在于局部调整 不在于全景调整 全景调整 每个人都会弄 但局部调整 你怎么去构思怎么去想 好 这张片子非常简单 但是也是要去想的 刚才我已经说到这片子 我是早上顺光光过去的 我想把它改成 头顶光照下来 把那片前面影射像 而且头顶光会给我一种很mood的光线下来 怎么去制造它 其实非常的简单 这个键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门板的 它有很多门板 它 除了有subject, sky, background 这些东西 然后呢我们有object, brush, linear gradient, radian gradient, range Range又包括这个color, luminance 那么这个 我是用英文讲的 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可以明白天空啊,地面啊,背景啊,主体啊,物体啊,对象 对应该是object 中文应该叫对象 然后刷子,笔刷 然后这个是线性间变 这是镜像间变 然后这是亮度范围和色彩范围和亮度范围 那我现在要做到什么呢 我第一要做到 我要模拟光从头顶上下来 那用什么呢 我用gradiam 用gradiam 我有个习惯 我要做呢 因为我的gradiam 我会都在 它的主心 原心都在外面 所以呢我第一件 我就把我的图片缩小 我收到百分之十二 然后我这样转一个 好 这是我们这堂课 我们这次讲的话 第一个的 第一个渐变 我就稍微要解释一下 后面我就不再解释了 这是范围 这个大小它是这个范围 形状大家都知道 这个呢 你是可以变一变的 你可以调整方向的 然后呢 它呢有一个feather 语画 你这段片子的话呢 我我都把它放放在百分之百 呃就是最大语画程度 然后你可以 调大调小啊 可以转动各方面都可以做 看到都可以都转动 调到每个角度 那这个方面我是说 这个这第一道光 我是说天空有一点的 逆过来 光渗透现象到下面来 而这个紫色是什么呢 这个紫色是show overlay 那个显示你这个门板 所覆盖的范围 缺审的时候呢 它是红色 我自己呢 我自己的几乎不用红色 我为什么不用红色呢 因为因为往往我的画面里面 红色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颜色 比方说红色衣服 红色的鲜花 红色的太阳 红色的蚕 晚霞之类的 所以为了让我不会搞混淆 我会用一个大自然 比较少的颜色 比方说这个地方我用的是紫色 我就把它通常把它放成紫色 我也许有时候会选这种亮蓝色 总而言之 我是为了能自己能够看清楚 我用的是一种 自己不大 不大 在自然界不大统一 不大常见到 不会跟我其他的场景 其他事点混的 也是 所以就选这个范围 那我要做什么 我这个地方就是技巧了哈 我要把光剩下来 光剩下来 肯定很多人第一想那我就加光了 没错 加光是个办法 但是加光不是我唯一办法 不是我常用的办法 不是我主要的办法 我做什么呢 注意到这里有这几个几个参数 什么曝光对比高光低光 白色射阶 黑色射阶 黑色是个很好用的工具 在这方面 我把射阶往上拉 光渗过来了 大家看到 没有 有光渗过来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拉到这个 这个方位 就是哎你现在感觉有光渗过来了 然后 我再会到这个最下面 如果这个光的渗过渗过程度 我觉得还不够 那么我才会到这个 低黑子 就是去雾 去雾的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反向拉一点点 我不要太多 好 这就是我的第一道光 第一道感觉光 我把它再拉下一点点 记住我一个关键词 我以后大家来做这个 也是在做这个门板 用门板的时候 好玩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Always remember Add another Mask 你加了一个 你想试试下 我再加一个 所以我现在要再加一个 这个光渗透 还不够有 不够强烈 我再加一个同样的东西 也叫 Radium Radium 静向力静 这一回呢 我让它 直冲峡谷过来 但是我没有影响到人 直冲峡谷在后面这一点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又来加光 加光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我希望把这个 三体的这个色 那个那个色调 这个被语分 我不是单独 只管一点这个 但是呢 我White 我要往三体上来 让它高的光线都过来一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色调呢 我其实这里不用变 其实我可以加点清光 如果它发现它太软的话 我会稍微加点清光 我不希望它是个 是黄色的黄色的光软 然后这里面呢 我对比要再加强一点 那我这个整个再加强一点点 那光线一路过来 至于DH呢 我这个地方 我可以一样 但是觉得太浓了 画面太浓了 就有点比较明显了 我就不需要它了 这是第二道光线过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你这个键正好跟我的 你这个Stop Share这个地方 我把我的按键关掉 我们可以看到有和没有的效果 这是没有 这是有 你立马就感觉有光 从前面下来了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面走 光在做这个程度后呢 我接着就是 我想的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主体 所以想一见的 我想让它亮起来 成为一个焦点 就是世界的焦点 怎么把它变亮呢 这就是V12的版本 它的特殊性 因为我们刚才有人问到 在我们群里面 也都有问到 要什么版本 我现在要加个新的门版 这个门版是什么门版 Object Object 对象 然后呢我把它放在 百分之百 因为我要对这个人来干活 这是我的 它就是一个笔刷样的 有两种方式 有两种方式 Object呢有 用笔刷 也有格子的方式 我比较喜欢用笔刷 因为我可以更加精细的选择 我就把它选了 就按住你的刷子 不动 detect OK 人就过来了 好 我把它 缩小 我就说 这个人 这个Henry 亮一点点 只要我一动 他那个 那个 那个 测产就会消失了 我不要担心这个 我连会提亮一点点 对比提高一点点 白色 低光 然后呢 要记住 任何时候 你提亮 它都意味着什么 饱和会降低 所以呢 我会再饱和把它弥补回来 有这么多 好 这个人提亮呢 就开始我也觉得有点问题了 这个人提亮 这个人好像贴上去的感觉 然后你说 因为我当时受光的情况是 从镜头这边来的光 所以呢 我的人 从上到下 几乎是均匀 除了这个大腿 那个那个 屁股那里 都刮到其他 我的衣服什么 都是都有在 出到正面的光 所以当你提亮 它整个是均匀提亮 但是我想表现的是光 从头顶上下来 我披光的感觉 我披着光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我想要把我的下半身 我的上半身的下半截 把它弄暗一点点 那很多办法 这地方呢 我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门板的交互 这门板呢 有两种功能 一个是 加一个 我们后面可能 一下例子有 其实用的稍微 比较少一点点的 用的比较多的是 subtract 减去 那这个地方呢 我要 怎么样呢 我是要减去它 减去什么东西 减去 我的下面 就是我这个加量效果 不要把我的 后下腰 这一部分都加量 只是你的上半身 这一部分 以上这边加量 所以我在这边 subtract 一个linear gradient 然后呢 我的linear gradient 是从这里 直接这样拽上去 ok 那这样做的话 我们看看 这个mask的情况 它就这样的 然后这里我给大家一个 另外一个小小的诀窍 因为我显示mask的时候 显示这个 overlade的时候 它是这样看 如果这个图片很符 你可能看不出来 到底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有 我有时候就临时 临时干一些什么事情呢 在这color overlay 这个地方我点击一下 我go to white on black 点击这里 这就是一个门板 只要了解photoshop 门板的人 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门板 That's why you call it mask 我看到这个photoshop 这样就非常直观 你知道你的门板效果 但是我一般 不会尝试保持地下 因为我还要看 他有没有勾选 对我只要看他效果 看完效果以后 我就会把它回到这个 这个门板 向上面亮下面按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那么门板的一个 最简单的概念 这个是我们网络 可能我以为大家 所有人都这里未必 所以我这里就要说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门板 什么这个白色黑 什么意思 白就表示我做的效果明显 黑就表示我做的效果被遮住 半黑半白就是遮住一半 刚才我说了 我加亮了 我把这个人加亮了 还未加亮了 但是呢 加亮了 他当时 因为我当时是做的那个地方 光线是从我的镜头 镜头方向相机方向照过来的 我整个人都均匀的收光 所以呢 他也均匀的提亮 我不希望这样 我希望只是 人光从山顶上过来 从头顶上过来 我披光的感觉 生产披光的感觉 所以呢 我就做一个线性渐变 把它拉上去以后呢 剪掉 这个线性渐变是剪掉 他就把它剪掉 对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线性渐变我按住这个 因为你可以是这个效果 我把这个再关掉 我把这个 这个效果拿出来 这个你可以先进化 是这么拉过来的 我现在不需要看这个 因为这个效果大家看清楚了 我就把它翻掉了 那这样呢 就这个效果 就是感觉的人真的是 光线从上面来的 我下面没有收到光的感觉 那 那再一步呢 我还要需要他继续披光 我 我感觉他虽然有点光 但是我希望他的手臂 他有很强烈的测光的感觉 光的勾勒的感觉 把轮廓把人的轮廓把它勾勒出来 这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石头的轮廓 如果这里是我的轮廓是 是人 所以我要把他的轮廓把它勾勒出来 把我自己啊 就是说 那么怎么再做呢 我需要他的 这是手 袖口 他的帽子 都有强烈的受光的感觉 那我要再做一步 再强化了 那我该怎么做 我就加一个新的 这个地方呢 我呢 我就 这个小诀窃 我偷懒 我不要加一个新的 我不是这个地方有这个 这个人在这里吗 我 这一次选中了 不过是有个linear mask 里面 我呢 right click duplicate duplicate 我把这个门板呢 重新加了一下 他就会把所有的效果 你看一下很亮了 就是这个我不需要 我要把全部自灵 因为我要做另外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地方要改掉 我按住 out 接个快捷键啊 我按住out 然后呢 这个右上角 reset 点一下 everything back to zero 没有效果了 back to zero 我把这个overlayer关掉 好 这是一个没做任何事情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 我把它提亮一点点 什么其他都不敢 把它提亮一点点 其实其实也是在提亮啊 我只是为了也显示这个效果 但是呢 我现在说了 我提亮 我不需要他全身提亮 我只希望他的袖子 朝天空的地方 帽子 朝天空的地方 我希望他有披光的效果 所以呢 我只是一点点 这就用到我们的门板的 第二个特点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门板有add 增加 有subtract 减少 刚才我们这个 现行界面就是减少 现在呢 我希望交互 所谓交互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加量了 然后我用笔刷刷上去 刷他的袖口那一带 我不用很准确刷 我只往那边 又沿着袖口那一刷去 他要交互 就是他又是我人 我们又是笔刷的地方 才会 同时具有这两个条件的地方 就是intersection 才有效果 这叫做intersect 但是我们的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intersect 这个选项 你看只有加和减 如果 如果你用这个 用这个 cameral也是区别 cameral甚至 变都变不出来 但是怎么办呢 在我这里呢 lightroom 很简单 我按住 把它放到这里 主标放到这里 按住 Oth Gem 就变成了 intersect 那就是intersect 然后呢 我要intersect 什么东西呢 brush 刷子 好 我就做了这一步了 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是用 camera lightroom来做 cameraroom 没有这个intersect 你按Oth Gem 你怎么办呢 你要 invert 在这地方有个 反向 中文叫反向 实际上 我按intersect的目的 我只要按了intersect 他立马就拿了个反向 就 就像个一样的 所以说 cameraroom 他虽然没有这个 按Oth Gem 你只要勾选一下 invert 就变成了intersect 那另外 你看他的 我们看他变成了intersect呢 我们回头看这个标志 这是门版的小所谓图 这个是简区 所以呢 你看这个 我不知道我们在 lightroom里面 那个video 够不够清晰 他这里有个小小的简号 一个圈区里面 一个小小的简号 表示简区 然后在这里面呢 是一个方和一个圆 方和圆交叉的 共同的部分 白色的 这就表达是交叉 intersect 所以呢他这个图标上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 这个我相信我解释清楚 大家只要认真听的话 听得懂我讲的意思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什么样呢 我希望他的帽子的顶端和他的衣服的衣袖肩膀受光 那我就在这里面 现在他什么都有 直到只要我一下笔进去 笔刷进去 他们并把就变成 笔刷所到之处才有 看到没有笔刷所到 这是我的帽子 好 我把笔刷更收小 我希望这里百分之百看可能更好看 然后我的肩膀 甚至我这个地方的衣服 衣服的这个角落 都有点光 我又觉得 那边不应该有 这里有个简 这里想到 因为他写的 erase 我要把这个这个 领口这前面 因为是竖起来的 我觉得他不应该有 我按个A 他弄掉一点点 这一条你不需要 不需要跟我有了 因为他不是 不是顶顶朝着上面的 OK 好 我们把它缩小看他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个门板打开 和关闭 关闭 那这是没有的效果 打开 这有效果 这一下呢就是 你看 一看到这个人是受光的 他有感受的光的 光的感觉 就是光 他的手 他的肩膀和他的袖口上 都有袖子上 都有光从上面披萨下来 跟我前面 在这里的两道光下来 是吻合的 这就是我要做的效果 披光的效果 所以呢 披光的效果 我为什么喜欢做披光 披光本身给了一种 一种mood的感觉 受光的mood的感觉 另外呢 他也勾勒你这个画面的3D的感觉 就是我们刚才那张那张图里面 讲到的画面的3D的感觉 就立体感 所以呢我做的这个披光效果出来 好 做了这个以后呢 我下面 我其实这个刷子 我还可以 我回到这一位置 可以稍微再 不过呢 其实这只是示范 没必要 做那么清晰的 我说 那下面这就刚才我说了 这个衣服 不打底啊 不好看 我当时想买红色的这个 这个蜘蛛鸟 他就没得卖的 我只想选了这个人 我希望他颜色更鲜艳的 拍照的时候更好看 一天的 咱们是photographer 我们什么颜色都可以改的 你改的 怎么改 我还是这个 这个人在这个地方 我刚才已经写了 我不用再来搞了 我再考虑这个人 考虑这个人呢 我这张又说 right click 我duplicate 他要到 肯定要到来一次所有的参数 我的还是按住alt键 不用那个都可以了 就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linear这个部分呢 我不需要 因为这个我没有 我要改颜色 不是拿下面不敢 他们这么多 把这个离离掉 刚才这个linear 我只是选中这个人 好 这个人 我要改他的衣服 那改他的衣服 我想不能改我的帽子 也不能不想改我的裤子 我只是想改他的衣服 改我的 不是他的 那我怎么去改呢 我要选中衣服 那怎么选中衣服呢 很简单 衣服是有颜色 这个颜色很单一 所以呢 我这里呢 要intersect的一个 alt 可能我讲的alt是交叉 我要同 一是这个人 第二是这个色彩 所以呢 我就是要两个人 同时具备这个条件 就叫做交叉 英文叫做intersect 按住alt间 intersect 他的range 点击他的衣服 你看了没有 这麻麻衣服 这个衣服因为我选的这个颜色 是pink颜色 等一下我穿那个女孩子的衣服 这样的pink颜色 这是因为这个overlay的原因 我把overlay关掉 这是他本身颜色 他是这个颜色 现在好了 我要把这个衣服颜色改掉 怎么改 我们回到这个板子里来 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关于颜色 这第一部分关于亮度 这部分关于颜色 关于细节 那我们这一节是关于颜色 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做 其实也很简单 我可以 软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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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你看一直沿着不大的变 我可以把这个指示往下提到 沿着变得越来越深 I don't want to do that 马板 然后第二个是 色调 我觉得这个不好用 他调到一下子衣服变成了 你看我这衣服变成什么 高点一下 变成这个颜色 再变成什么颜色 变成 都不是都不容易调 慢慢调 我自己 我用什么来调呢 这下面有个color 这个榜 no color effect 点击他 直接选红色 对 稍等 衣服 红了 我希望他更红一点点 你自己这是个人口味啊 没所谓的 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就是说可以不一样 ok 啊 这个颜色就出来了 这就是说人的颜色这个人的已经变变了这么多 我们从这里看之前之后的话已经有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从原来没有收光的感觉有收光的感觉 啊就是顶皮光颜色我把它变成了鲜艳的颜色这样呢就眼睛一看跟这个旁边这个绿的环境冲 就印象非常非常的这个反应该啊反差非常强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瀑布 我的眼睛望着瀑布在我希望瀑布亮一点那这个就非常好选了就是 radio 我第一下呢我是把整个地方我不选 帮我提亮一点看看 我把这个瀑布就把它提亮那些 从这样到这样 而另外呢这个瀑布 然后这个光线 它有点偏黄 我不是特别喜欢它 就是瀑布有点偏黄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会再加一个 加一个gradient 然后呢我 嗯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想选瀑布怎么去选 怎么让瀑布被选中 嗯 这瀑布一有颜色 第二有色调 哎呦有亮度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选这个 就给我的亮度吧 所以呢我就要求交叉 按照二键交叉 亮度 一点 好我们看看这边 这边给luminance luminance range 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哈 他就说我这里有这么多 这么多颜色这个选中 他显得是这么多颜色 你可以去调整 可以做其调整可以 那那有些地方不用被选中 我基本上比方说我我会 可能误想旁边那个颜色比较选中 好我可以这样吧 然后呢我这个地方呢我说哎 你你的色调稍微偏暖一点点好不好 稍微偏暖一点点 哎就是刚开始是那黄黄的感觉 我让他让他有点蓝调的感觉 没有你看就这黄的 我想让水更加清亮的 然后我就把它变成蓝的 那就是这个是这么一个效果 啊当然你还可以啊你想 比较多色彩的颜色的加亮 啊更亮一点点 不错一点点也可以 对吧就更亮一点 然后这个我真的还可以让他更亮一点点 那这就是很多地方就跟跟个人品味不一样 我不希望他太突兀了 所以呢我还是觉得他有点突兀 我只要有一点点这个味道就可以了 就让人眼睛跟他发生这个交互 在这个画面里面 其实我很注重的是什么样的 其实还包括这里的这个他这个 这像一两座门一样的他的亮度跟这个亮度有区别 但是这个像画面我刚才在家他效果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张图片很简单到此我就可以说 是almost over 然后我还要做哪些动作呢 啊我会把这个下面弄暗一点点 我让画面加深 刚才我在做这几个东西 我还没有做很多东西没做的 我让这个画面都集中在中间去 所以呢我再就做一个类似于按角效果 按角效果呢有很多做法 那在这里呢我用用最快的办法 我为了省时间 我又加一个规定 啊啊 经常渐变 然后呢我 因为我按角 我要从 我要从 我要说这地方都跟我变暗一点点 就画面更加集中在这个地方去 好 那这样做的话呢 那我如果从这样来变暗 那是中间变暗了 对不对 那是相反的 所以呢我在这里吧 invert 他就外面变暗 按一个invert 所以呢 从这个 从这个效果来看 旁边变成指质了 我去我不用这么高的feather 不用把中间什么都那个了 对啊 好 好 那这个片子我们 我这一下就把它就做完了 这个 before after 这张片子这个这个效果就这样 然后呢叫按角以后呢 旁边 我不想让上面有所以他是这样来做的 所以他就到这个 好 我就把它 回到关闭了 我还要做了什么东西 但我后期还做了 这里的 这里的这些小小的白一点点 我自己出片的话呢 我是会把它都给他用克隆 克隆工具 把它修复的 那这个工具呢 我 我的电脑在这里比较慢 所以我不在这里修 那如果要修的话 应该是第一步修 第一步修的时候 他的那个营养就 对他的这个营养就不大 用现在来修 他半天才反应 所以我 你看他的analyze 搞半天 我不想在这里修 我是最后来修 anyway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会把这些在这一天呢 我到这里就结束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假设我已经把这些清 做完清理了 我们看之前之后 之前 平的 人也没收光 之后 mood 和这个收光情况都出来了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张 最讲得的片子 哇 我要抓紧时间 好 在这里呢 我就稍微回到我们刚才这个 我们这里的上一个链接里面 要 要重新强化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 其他天上都知道了 但是 跟我们在看 跟我在学的话 你会非常注意这几个光的来源 光的方向 光的反馈 其他给画面提供的 一体感 以及他的众生层次 这是一张片子 对于我来说 我非常强烈这些东西 我相信 很多 哪怕是直接的摄影师 他没有在这方面去拍动脑筋 好 我们 再讲下一个题 因为这是 很多人的这个 都看到了这段 我们回到这张片子来 刚才我已经说了 这个片子比较暗 我要 我要拍到我这个 拔到我清晰 我必须把它按 我不要让它过曝 因为我不能曝光 那我现在就是第一步 我要干什么 那简直太暗了 就调亮了 霸击一下 啊 天空严重过曝 我用我体会这么亮的吗 对吧 我不担心他 因为什么呢 我马上就会把天空暗暗 因为我原片没有 没完 就是我的入浪片是好的 我不担心这个问题 我虽然把这个天空 马上就把它暗暗 那至于说 这个程序的问题 我呢 我通常是 对于我自己呢 虽然别人要求 一般来说啊 我把局部调整 全局调整完了 再去调局部 但这种情况 包括我跟我们学业也讲到 在这种情况呢 因为他天空看的不舒服 先把天空给我弄回来 我选择天空 高光 一直给我 回来 曝光 回来 好了暂停 我已经干完了这个事情了 我继续回到我刚才的 因为那个刚才看的不舒服 天太亮了 好 我来瞧这些东西 这里面呢 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每个人的口味都都一样 那我这 因为这个整个画面的高官 我会再提一下 因为我想到那个云 那个云不要 不要有过暴的情况下 这已经空出好的位置了 然后呢 我的阴影 我要让这个阴影 过来 OK 阴影不要太多了 然后呢 我的白色的对比 我把它 这样做一下 把白色往上停一点点 这是我的对比 OK 这样做一下 好 做这些其他我都不管 我们来看这个突变 是不是太偏暗了一点 所以呢 我 把这个白平衡 找一条一条 不要太难 因为等会还要 这条分离 我还有蓝的东西要出来 所以不担心这个问题 好 这不做到这里来了 天空就是这个样子的 地面这个这个样子 好像没突然变化 我们来到这里 记住刚才我说的话 Calibration 教设 中文应该叫做教设吧 教样的教设 我刚才说了 the secret autographer's secret 就是这个blue 那个blue的这个地方 我一下子把他拉到底 他颜色这个 你看看这个 他拉的不是仅仅的蓝色 他的我的船 什么东西都透出来 我的衣服 都跟他都透出来了 那蓝色也更强了 所以我下面 第一步 下来 蓝色 你更重了 go down 我不要那么难 OK 其他的颜色 这里的绿色 我希望他绿色能够 更绿一点点 他缺点高一点点 等会我们再来具体做 绿色 我希望他亮一点点 因为这里涉及到了我衣服 我不要动太多 等会我单独去弄它 Tone Curve Tone Curve 这里都是小小调一下 就是很微小的曲线 因为我们后面还可以其他地方做很多 把它的对比调出来一点点 这个最下面呢 所以这个尾巴都是往上翘一点点的 有时候在最高光的时候 我也往下翘一点点 就是避免高光 看了 刚才都说了 我这张片子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出来全瞬间 那个时候是很红的 那我显得就是要把这个高光变红变暖 All the way to the top 低光 蓝掉一点点 我不要太多 太多就过分了 我这一点点就可以 让随面有 看到导影里面的那种味道 就有一点蓝掉味道就可以了 OK OK 到这一步 色彩 我不提到这个 对比我不调了 这个对比到这个细节 这个实际上 要调是很多要调 但是因为这个 那我不介绍 很快跟你做完了 不想耽搁大家的时针 OK 这个地方因为我 因为我拉的很厉害 所以呢 所以呢我用了 我需要做一下 我需要做一下这个 降噪 看到我的背后的这个救生衣 那你看到没有他这个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噪点 所以呢我要提到 20%的样子 这样就基本上没有了 好这画面到这里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刚才这个turn curve 我觉得这个绿色我不大喜欢 我还是回来一点点 我希望他能更加 OK 这个画面我们分析的话呢 就要怎么 就很显然 有三个重点 我来讲的话 第一 我在划船这是个主体啊 它要亮 第二 这个湖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名字叫做翡翠湖 它的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中间有个岛 那岛要亮出来 然后就水的颜色 然后你就是早上 那么霞光就出来 就是这几个这几点我都得去把它摆映出来 那我先对付天空 天空我想让它出现早上的红光的感觉 怎样才能出来 嗯 其实非常简单 我加多一个Mask 这个Mask呢 就是天空 因为我要对天空做 然后呢 我说 从天空 靠近水面 靠近地形线的地方 越亮 再往上面就 越淡 越暗 然后呢 下面越红 红光嘛 下面上面就越淡 所以呢 我来一个 subtract 就是 intersect 按住object 点击这个 线性见面 然后这个线性见面干嘛呢 他是反着来的 注意这个紫色的地方 就表示线性见面其中任务的地方 按照shift键他会平的 然后呢 我第一我加光 看到没有阳光来了 第二 我调色调 软调 红光来了 还不够红 simple 点击色彩 8D 所以 啥红色都想要 想要什么红色 就要 就这样吧 好 这就是天空已经变了 那 立马就有人说 哇塞 天上的红光这么漂亮 水明的导演怎么 没色彩呀 啊 好 我们就在对付水里面 怎么让水里面 有同样的色彩 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选择规点 这是一个金线渐变 我呢一直拉过来 就把这里的 水里面 这一块高亮的地方我都选中 然后呢 我只想让高光 让高光变 我不想让其他的光变 这是一 第二 这个人你可不要跟我变了 你不要把人都跟我一起都变 变得红红的了 这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啊 啊 其实这个顺序可以打过来更快啊 但是我既然这么做了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叫intercept out intercept 什么东西 亮度 因为我说的是高光 点击这里最亮的地方高光 高光的话呢 你这个地方呢就是要看的嘛 他这虽然是高光 他并不是最亮的地方 我把它往这边移 这个怎么看这个东西 昨天昨天就有学员问我怎么看 这个 这个框就表示完全选中 百分之百的选中 这个是他的feather 所以他就不是百分之百选中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说我是要高光 我直接往这边移 然后这个暗群呢 我肯定决定我需要哪些 我就盯着这个 这里指示的部分 他从哪里扩展 他不是他不是造这个样子的 好 在这一部分 那我需要这部分 他第一不能太亮 不能比天上还亮 第二 他必须跟天上一样的 有这种红光 所以呢 我先把高光表highlight先降低 然后 同样的也做这个 那么我们更快当时这个 OK 这样 这个我其实上头 我不用太多去关心这个 这个人和船被加量 因为我选了高光 人不是人和船都不是高光 虽然船头有一点高光 那一晚但是因为 船头也营造的 眼上的曙光来了 他亮一点点是OK的 要不然我会把这个人都剪掉 人剪掉也是非常非常简单 这是我说的这个 怎样跟水面加这个同样的颜色 这个颜色呢 我们可以 可以重可轻 可以浓可蛋 you can do everything you want 非常的自由 你想想这多好玩 Photoshop 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好 接下来的就是 人和船 我希望他变量 我都说了 I don't everything is so simple this is also very simple object object add an object 对象 选择对象 用这个笔刷 我先刷这里吧 从这里过来 好多就这个样子了 下面的导影不要那么多都没关系 让他去选 好 他这个柱子他没选中多少不要紧我先把他提亮 我把他提亮的 我把他提亮的 这个这个奖啊 这是他有点问题 我稍微把它放到百分之百给大家看 为什么这个奖有问题 因为他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奖完全放进去 这就会出现奖不均匀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出现的话呢 我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剪的好办法 呃 subtract剪掉 刚才我们剪那个人身上 我站的人能做这个地方 我剪掉下半身身的内部 我用了一个剪 方式 一个线性界面把那下面剪掉了 这个地方我用加 因为我刚才选object object他选一次就就就就不能修改了 所以我没办法了 我只好add another object 收小收小收小 我去看他能不能 我没做过的啊 这一部分因为他刚才跟以前不一样 我就试着看看 看他能不能写中他 写的太大我就再来一下 其实写中太大我也有办法 我总有办法的 嗯怎么样呢 因为无非就是颜色 我把那个颜色剪掉就是了嘛 所以这里面任何一个东西没做好 你都可以想到一个办法去把它 弄掉把它写小一点点 这个写太大了 我弄得小一点点 你看到没有 我不用做其他东西 他就马上就就跟着也变量了 就是他选中这个以后 那如果说是你觉得这旁边有一点点 我们可以很容易把它剪掉 但我就不做了 就剪掉这个这个这种颜色就可以了啊 我只是快用这个 借其用这个例子讲到一个 这个案例 两个object 一个object 另外一个object 好我把它复原 好 刚才我在这里选中这个以后呢 我只是加量了这个加量了 但是从因为是提量 永远提量丢两个东西 刚刚说说少了一个 提量会导致对比降低 所以我把对比要加上来 啊 将来对比对这三个东西来 都调一下 提量会导致颜色变淡 所以我把颜色也提上来 好 那么这个画面 这张片子到这个上来 已经已经抽剧抽成了好 到这里来了 那深夜来的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 岛表现出来 这个岛 在这里 还最好是能够跟 电影还隔离的弄好啊 因为这个云的这个 我要把它这个岛表现出来 那其实也是这么来选择的 那我怎么选择呢 我加上一个 Gradium 那个radio 就是金像间变 刷过来 在这个地方 我就想用怎么来跟他交叉好 我呢 认为用颜色比较好 因为他的颜色是这种 这种 蓝绿色有点蓝色 但就带点绿调的这种颜色 我看看能不能选中他这种颜色 我把这个关掉 然后呢我百分之百 然后呢 substract intersection intersect color 有时候呢你第一次选中颜色 可能不是那么最好的 你可能要多做几次 像这次呢我选中颜色 选中颜色以后 他也许选中颜色 很广 旁边都选中 这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refind 把它 你看中国refind 他就马上就没有写那么多了 我去把它局限一点点 不要把后面的3 显得太多进去 但他还是有一点点 没有太大关系 ok 然后我回到这个 bit 这个时候呢我要 亮 看到没有 导亮了吧 树也亮了 contrl提高一点点 色彩稍微加 这个色彩其实可以 我不用太那个 因为它很暗 然后甚至我可以把它绿色 强化一点 绿色不是说蓝色 另外强强一点点 ok 这个导就出来了 然后下面我要做一个什么呢 天空这么亮 背山的背景是比较暗的 光会有渗透现象过来 那么我 光渗透本身 是一个是本身的物理 现象 另外一个呢 他的画面更有mode 所以呢我的光渗透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前面讲过 光渗透是怎么来做的 就是天点光来 我在这地方 我在这地方 加一个这个 镜像间变 可以更大一点点 然后呢怎么做 black 然后那个光渗透呢 过来以后呢 我不要太多 光渗透过来 他应该是 渗透是暖光 因为那边是太阳出来的样子 所以呢 白平衡 也跟着过来 有点暖光的样子 感觉出来 不要太多了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些上面这些树 就有点 有点朦胧朦胧的感觉 就是光渗透过来的样子 然后这里呢 又导致一个效果就是说 这个 这个雪啊 是不是该怎么亮 那么你可以做亮点 第一个是 我可以减掉这个雪 第二还可以呢 就是说我 我把这里刷掉 我就直接 直接把这一袋刷掉 brush 我那个云的量我还想要 所以呢 我就只这样过来 把它把它 直接刷掉 不让他太亮了 ok 这就是这个地方的光渗透 我还想再加一个 always remember add another mask 要有效果 我还想再加一个光渗透 这回我要干嘛 我就贴着这个边缘 然后呢 我把它调转一个角度 顺着这个光的这个三级过来 我这次也是这样来 光渗透 当然我的颜色也根据要要要要要跟他吻合 我甚至用这个颜色来补充一下 太浓了 啊 哦 这颜色选错了 你必须碰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这三级甚至有光光运 眼色效果出来 比如光渗透 我们就这样来说的 这就是我说的这样 那么另外这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背光的部分 这么亮 你要不要减要不要暗亮呢 要不要处理呢 很好处理的嘛 就是我再写个镜像间变 然后选择高光 然后把亮度降低 但是把天空 散掉 啊 我就不做这个东西了 因为还时间比较紧张 我就不去在这做 就是说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背光 这个血比较亮 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比较亮 我说 这里有云 反应映射反光过去 所以把它照亮了 你可以这么解释 所以说这个去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好 下面一个动作 也是我们今天要提的讲的技巧 我们看百分之百的这张照片 这里是有物的 对不对 物在这地方 当然我就可以强化 既然有物 为什么不能强化物 我要把它强化他 我怎么强化那个物呢 加 跃亮 这个呢 我把它就到百分之百了 一直过来 他一直沿到这个桥这边来 在水面这一带都有这个 我怎么样 我 black 加一点点 ok dehaze 加更多 dehaze加多一会 他就有很强烈的感觉 那这个强烈感觉你要不要呢 我自己是觉得是可要的 因为怎么呢 这里因为感受到了这个光的 早上这个这个阳光过来的话 虽然没有直射 但是这个光 云层的眼色过来光也是很很 也是比较好看的 所以我把它这样过来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色彩呢 有一点点偏黄 我可以让它稍微冷一点点 temperature冷一点点 这是加物 我通常我加物 我不为了让物 显得更加真的 我就不说只是加这一次 always add another mask so let me get another one 这一回呢 我让它高一点 就是慢慢好像慢慢的树林这边也有 就是除了水面有高一点 同样的我这次但是我就稍微不是那么加那个了 我就加这个black 那这点就可以了 这个 比黑水还加一点点 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画面的效果 我把这个蒙蒙关掉 就这样子的 那这个时候我再重新损失这个图画呢 我觉得天空的蓝色不大好看 我要把这个蓝色去掉一点点 甚至我还可以再压暗一点的 那视线更加激动在前面去 所以呢我可以在这个mask 然后呢我把这个天空变暗 然后呢我大幅减低 这上面的这个 保护度 这样呢画面更加集中在这个前面 这一部分了 那我甚至可以再怎么样呢 把这个整体这个前景这个地方 也在加一个gradient mask 那么稍微 这一部分 亮一点点 我这里再加亮一点点 传的尾端这里被光的颜色非常漂亮 那我的画面到这个位置 那我的画面到这个位置 就就差不多就做做到做完了 就这张图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是这么样子 到这样图是这样子 但我还可以做很多东西 比方说这个啊 比方说这个奖我实际上我 我还做了一个 我把这个奖选中了以后呢 我选中这个蓝色 这个精确选中 因为我选中蓝色 然后呢我把这个蓝色的饱和度降低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饱和度高了 那这个地方就不是我选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 很好玩的就是这么来做的 好 这个这个这个例子 刘老师讲的非常细致哈 非常好 我们时间上现在过了一个半小时了 老师看看后面还有几个例子哈 是不是要加快一点速度 好那我就那后面呢我讲呢 我只讲重点好不好 我只讲重点就是每张图 我有什么重点要给大家说的 其他的呢 如果您觉得前面没有交代过的话呢 可以再细致讲一下 我已经交代过就可以跨过去了 好我现在说另外一张图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指这张图强化 这张强化呢我很快的说一下 我们看看他之前之后的效果哈 他是这样的实际上啊 我们那天我那早上呢是碰到非常漂亮的满天红光 但是呢因为这个光比特别强 但是大家如果看我的这个这个柱装这个 脂肪图是非常好的 他那光线确实很强 所以呢拍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后面来做来了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呢我要说一点我的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也就是说我水里面的这个柱子 正在中间的柱子 他显然是我的一个重点 是我要表达的 那么这个表达的就是提亮他呢 就用刚才我用object的那种方法 选择object 然后呢我会提供一样这个靠羊的部分 这边吗我就不提亮 所以呢就有光光照的感觉 这是第一 第二 这我每个地方都是每个都在选 再一个比较 能不能在你解释啊 的时候同时也让我们看一看Mask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概念 好 这个地方实际上这张图是有特殊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可能是水珠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但我做这个 我在做这张图的时候呢 这个Mask 我把它修 这个我来 修overlay 首先是一个object 然后呢剪掉呢 剪掉的是这一部分 把这一部分剪掉了 啊 为什么半天半天不出来 我也搞不懂 啊 就这里 我剪掉了这一部分的 但是我也 我觉得用这张图表是更可能更清楚 我这做的比较 两张图都做过 这个Mask 有点慢啊 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我就开了太多了 还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点 首先你看这张Mask 这个Mask就是我的 我的 我的 我这个柱子 我把它提亮 提亮 但是呢 实际上在这个上面这一节 它有一个水珠 所以呢 我这个上面这张图呢 我在有修了这个水珠 那他呢 如果你看这个呢 他的Mask呢 是紫色的 那你看到没有 我就单独去修这个水珠 选择这个色彩 把这个水珠 他偏紫颜色 我把它弄掉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呢 对很多 每个Mask都是这样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每个图呢 我都会有 光面暗面 我去这样处理的 然后有些图呢 比方这张这个小石头 这旁边这个石头 他就很均匀的 我就只是单独一个object的提亮 就很简单 等一下 稍等他update 用这个Mask 实在是特别特别多 come on 那这边是Mask 我把这个Mask关掉 我把这个Mask关掉 把这个Oleg消费关掉 It's getting so slow 出来了就是这里把它提亮 这张图 这张图我要说的一个 最最最主要的 我想说这张图的特点 就是什么呢 我如何把这个水的颜色 把这个水的颜色 改掉的 这就是要稍微要思考一下 就是水 这水呢 我用我是做两次 用了两个不同的办法去做 他本身这个水 他也是很暗的 这个样子水 但是我要想把水提亮 那么我是选中天空 天空的反显 天空的反显意味着地面 然后呢 在这地面呢 我再选择这个Color range 蓝色的 蓝色的Color range 和这两个 两个不同的Color range 选中后呢 他就不会选中这些石头 他就选中这个水 然后呢 这是另外一个Mask 我想我肯定要关掉一些东西了 太慢了这样的话 OK 然后选中这个水 来把水提亮 然后包括水的这个色彩 这些都在这里有做的 比方说他那个水 直接加了这个蓝色 他本来是一个深蓝 暗蓝 我想大家 我要更变得淡一点的蓝色 所以在这里就做了做的比较这样 另外呢 我们对光线的处理还是这样 刚才我们说光线光的方向嘛 这个他现在写出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他选出来 这个是把水的红色 当然也是写的水的这个红色 把红色怎么去调 调成这个颜色更加宣艳 他的每次显示都不一样 有稍微有点慢 OK 我这里说一下这个这个 这一个线 这条线 这里呢我强化的光过来 这是光运 用的方法跟我前面提的方法一样 把black往上提一提 temperature把它变软掉 所以他有光的照过来的效果 然后整个画面呢 我还有这么一个 这一个强调光的方向 整个画面呢 有一个 就一个简单的先行间变 左边亮 右边暗 左边暖 左边暖 右边 右边就不再不调了 所以整个我就融造去营造这个光的方向感 这是我们这个后期就要提的特别的 就也都是回到我们刚才那张铜 那一张铜 营造的光的方向感 所以他整张这张图来说 然后我现在超级的慢 这是old note 我也点到他那里去了 整张图之前之后呢 他实际上就融造这个光的方向感 那这个呢 刚才就说这个门板 是这一个门板 他反应很慢很慢啊 我不知道是刚才还好去的越来越慢 嗯 这是这张图 然后 我要说的是这张图 这张图 相信很多特别是我们后期班的人都有学过这张图的做法 这张图我们有边专门的一篇视频 一张是一个视频课程 是公开的免费的视频课 讲了什么呢 就讲了如何打造密林物尽 这张图没修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修 修成这个样子 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我在 Foloshop里面做 我的网课在Foloshop里面讲的 然后呢 这一张呢 我是在Lightroom里面重现这个效果 所以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说 他几乎重现这个效果 我把Lightroom Photoshop这么打开 那这是我Photoshop做的 这是我Lightroom做的 这两个 这两个 你几分看不到他有什么大的区别 才是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因为每次你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样 你每次数理 但是idea 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那Foloshop里面做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么多图层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到我们 看我们那个这边网课是怎么做的 一单单一直做到这么多图层 而在Lightroom里面呢 我就是一个Lightroom 然后做一个螺光效果 很简单很简单 即使不要这个螺光效果 画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看没有 没什么大区别 加上螺光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稍微萌一点点 那 这张图他的做的侧点在哪里呢 最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在Photoshop里面 我做这张图的时候呢 我用到一个一个概念 就是把画面 大幅的压按 压按了以后呢 用笔刷 一笔一笔的刷 用连线的笔刷 一笔一笔的刷回 模拟这个光影 照常去的感觉 而这张图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重复这个动作 但是我是在Lightroom里面做的 而且做的很简单很方便的去做 就这么一个图层 那他是怎么来做的呢 一个一个Linear的Gradient 我给大家看这个LinearGradient 有多么多么奇怪 说小一点点 这个LinearGradient实际上是一个 我说的脑洞大开法 我的LinearGradient是 坐在外面 从这里拉下去 它的效果是前局的 如果我把这个刷子关掉 它的效果是前局下来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下呢 我做这个前局效果呢 然后我就开始 开始怎么样了 我把这个曝光降低 注意看到右手边 曝光降低85% 对比降低45% 因为你降低也就是原色就变弄 我就把这个饱和也降低 他就做了这一个动作 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 我就把它关掉吧 然后我接着就做这个动作 我用刷子 然后把这个关掉 刷子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我不做有点问题 就说我用点刷 我做一个刷子给大家看 我就想象好太阳在哪里 太阳在这个方向射过来 那么我就怎么样呢 我把笔放在这个外面 假设太阳在这里 这个笔刷 我点一下 按住shift键 再点一下 它就画出一条线出来 因为我现在是刷子 不是我设的 刷子设的那个flow很高 那么它会这么一条线 但是如果我把刷子flow很低 百分之 我一不刷到百分之二十 这样子 因为这个已经做完了哈 这个是我就不能要了 这个是revert 然后呢我刷的百分之六的话呢 很暗的这个 然后这样一刷 淡淡的不断的这样刷过来 不断的这样刷过来 它就制造了我这里需要的这个效果 就什么效果就是 我把这个刷子 它就造出这种光射过来的感觉 然后呢这样的话 你看整体图片呢 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有这种感觉 就是光从左上角 这样照过来的感觉 也就是我这样表达的 然后呢我再就在做做做 做这种比较多 我在上面加亮一点点 就开着门板 然后对于每一棵树 我都做了立体感 我我关掉一棵树给大家看 这个树如果没加是这样的 让以后呢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那个刚才给大家给那个屏幕 说的这个 单低的立体感 光的反馈 那么我这里面 它的主要的几棵树 我全部你看没有 这几棵树 我全部都做这个动作 你可以看它的门板 那 树的朝阳 陶光一面 我加亮 树的背光一面 我压暗 都是通这个门 这个门板来做的 就这个笔刷很简单很简单做 然后这样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的每一棵树 都变成立体了 有光感 别人是平平的 本来如果说 这张片子如果我看这个圆图的话 他这些树就没有什么光感的 没有方向 没有说 树光是从一边过来到另外一边过去 那么我每一个 我现在每一棵树呢 在前面几个树 全部都有的这个树光 都是回馈来自于 左上角这里的阳光 这是这个片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 我可以用来用完全完全的模拟 我在Photoshop做的效果 而且他的细节非常非常好 老师你这个加光好像是 有一定的层次的 你是怎么让他这个加的这道光 有层次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我们这里的其中一个 比方说他应该是这个 这个 我把他的那个Mask显出 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稍等一下 他有点慢 看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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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好像这个Lightroom就是这样 他用了一段时间 他就超级的慢 我就没办法显示他的效果 那这个刚才一句效果 他现在明明highlight这个 他没有没有显这个效果 显得其他的一个一张图的效果 出来了 好好你看到哈 这个就是 首先你用object 刚才我们讲的 object非常好用 如果用VR V12的话 我以前在Photoshop 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 我是用钢笔来选择每一棵树 我钢笔很熟 我用钢笔 我选择每一棵树的树感 然后朝阳的一面我刷量 那在这里呢我是怎么样呢 我用很快 用这个object 用刚才那个就像刚才我显传一样的 我一直拉上去 可以选 就把这个树选中了 选中了以后 然后呢 我用像这个树是笔直的树 我按住我在最上面点一下笔刷 剪掉这个笔刷 然后在最下面按住shift键 再点一下他就拉出一条直线 就把这个呢 压按了 知道吧 把这个树的左边背光的这部分 就拿掉了 这本来是你看这个 这个是我把这个object给关 把object直 我看哪边选择啊 你看没有 现在选择的 给大家看到是一棵树 object这种选中的 然后我的笔刷 把它背光一面剪除 刚才说了 subscribe剪除 那么他就这个效果呢 只留在树的朝光面 然后我把树提亮 你剪的时候是不是有feather 所以才有这个渐变的效果 当然是beather的 都是有feather的 我有时候是我每个树 我可能用了不同的办法 有时候呢又快一点 那你就直接是shift 有时候你是直接拉下来 拉下来 慢慢就有一些动弹 像这个有可能是拉的 那这些都是因为不是直的 你看没有 这个呢 这个实际上我还是压按 这个树跟刚才不一样 这个树呢 我做了两次 我做的是压按 你看那样的面是左 左边亮 我把这个 这是完整的树对不对 然后呢我这个刷子呢 是它效果在哪里 在树的背光面 这样刷过去 当然是一个feather的 然后呢把这个树的曝光 向低 也就变成了这个树呢 它就是一个 背光的一面 背光的一面就变暗了 我这个有些下面这个是加量它的 这个这个 这样 这压按它的 加量它的 超光面 压按它的背光面 然后呢 每个树 就是前面的一二三四 还包括这个小一点的树 它就有了这个3D的感觉 你看到没有 这个 这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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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后面这一颗 它变成立体了 画面就变成立体了 整个画面就有3D的感觉了 这就是 对这张图我要讲的 这张图 如果对它的idea不懂的话 我到时候会提供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我们的公众号 有一个公开视频 是Photoshop怎么做 但是这张图 我是完全在Lightroom里面 就把它做完了 没有经过很多 复杂的图程 就把它做完了 这是关于这张图 最后呢 我再讲这张图 这张图我们给大家看看圆图 就还没有完全update 他要是Photoshop update 好 这是update出来了 我给大家看看圆图 哇塞 又不选择 你这个能关了以后再重新开吗 我贪心他发现 好 这是圆图的样子 我直接reset 这是圆图 圆图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我 这里有几大点 第一我要把色彩 色彩呢就全局调整 调难掉就可以了 然后呢 火车 火车 用object选择 提亮 我分了两次选择 object选择提亮 然后周边我全部压暗 然后呢 这个云他本身是没有层次的 我们看前面这张reset 云没什么层次 我把它做出层次出来 做的是什么呢 我加了两个门板 啊 我在这里看看 这几个门板 这几个门板 和这个门板 他都是 都是给云加层次的 这几个门板 然后呢我为了让这个画面 我把它关掉了 我为了让这个画面有这个通透感 又从远到近 我又加亮了这个眼光 远处本身是完全没有光 我加一点亮光 他从这里透过来 他那种感觉 哦 这是这一点 整个周边我都压暗 但是 这个这个 这张图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火车的光是怎么来的 头灯怎么射出来的 这里如果说圆头的话 火车是没有光的 我怎么把它做出这个光气效果来 你回想 刚才我说的那张 那个 物理秘境那张图 我模拟了阳光射进来的感觉 实际上我是把它压暗 然后呢用黑刷子剪掉那个被压暗的部分 就是 就有这个 他的特点是为什么 就是 刷子 你点一下 就是一下 你拉的动 是一条线 你但是这个是往往不止 用手拉 但是你要拉直线怎么办 你点一下 在更远 在远处 在另外一个地方 按住shift键 再点一下 就变成了 这个线条了 就变成这个线条 这里 看见没有 而且我不是单独的这么变了 我怎么呢 我在点 在火车头这个灯的里头点一下 这个小小的圆 到了这个地面 我按这个 这个括号 左括又括号 把这个圈圈变大 然后再按住shift键 再点一下 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 从小到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手工把这个 把这个 其实这个不是手工选的 这个实际上 我是有个树在 正好在这个光柱中间 那么我把它 我选了这个蓝调 把它弄掉了 把这些画笔画掉的 我有一个地方是用蓝调弄掉的 像这个地方我是用蓝调弄掉的 就是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用这个 但是这里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的 我没办法给 花时间跟你讲的话 这要讲的很细 以后我干脆 另外找机会讲 这个地方 我刚才说的这个 看这个门板 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显示 overlay 对 这个门板不但是 从上 从灯 从灯头射出去 到地面 它是逐渐变大的 它也是有 有feather的 有这个羽化的 而且它是 从上到下是变暗的 符合自然的这个规律 我们目测上 光线是从上到下是变暗的 所以它是怎么做到的 我把这点开给大家看看 有个线性渐变 这里有个线性渐变 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抓了一个线性 我按住V 把线性渐变搞出来 那这个线性渐变 我反方向再拉过去 就把它的光柱 从下面到上面变暗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讲的这些东西 可以 这张片子最独特的地方 就是这个 光柱 你怎么去做光柱 其实耐动都很好做 很快就做完了 这张图我每张图我做的话 大概也就是要做半个小 因为我讲话就讲的比较慢一点点 然后整个这个地方 这个整个火车 我也是也有做这个 也有做这个 你看这个火车被提亮的部分 我也做了渐变 为什么呢 火车头亮 我不想后车后面也很亮 所以呢 我后面也亮 而且这里一个加法 因为我一次没选好 他第二次我把火车尾也选进去 所以呢 我就加了信心渐变 火车尾你不要那么亮 那就是关于这个火车是怎么做的 好 我要讲的这几个几点 因为一推的话我就很快讲 因为道理已经到道点了 其他的几张图 其实都是都类似差不多的 但是最最主要几点呢 我都提 都给大家讲到了 如果说是大家还觉得 老师那个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时间 如果老师愿意的话 就是把那几张图稍微 简单的分析一下 那我刚才已经把我几张图的 那个特点都已经讲了 我看看好 好 我在photoshop里面拿出来 还有一个photoshop 我拿这张图讲的是 因为很多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过 我的这张图 特别是我的学生们 这是我们 这张图是我们 后期班的一个练习图 我给大家是给了圆图DNG 缩小的圆图DNG给大家做 那么这张图呢 我 这是photoshop做的效果 photoshop 然后 这是Lightroom做的 就是全部Lightroom做 和全部photoshop做 没多大区别 那这我的point就是说 你 你如果觉得photoshop很难 很难学 你可以就 先选Lightroom 讲课部分呢 我讲完 但是我还有很多东西 要在这里 这个powerpoint 很多要跟大家说的 我快速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也需要时间来讲 就是小揭晓 跟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 刚才我都没有去除尘的 实际上呢 除尘我有些图片 是在这里除尘 如果你要除尘 尤其是现在的Lightroom 它的有那个内容感知 清除 非常好用 但是要求你的电脑比较快 所以呢你要除尘的话 你在第一步就做 而这个除尘只有V12才有 它的图层 有什么特点呢 很多人没有V12 所以他这里只会出现这一个 现在他有三个 一二三 其中第一个是内容感知清除 很好 比以前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只是比较好电脑 所以呢我说要在除尘的话 要在第一步做 第二 纸边每个都要选 所以呢我刚才就说了 你最好把它做成preset 你因为你有时候会忘记 等到你做完了 你出篇了 你说哎呀这个 这个篇有纸边了 你试试在Photoshop做 很难很难 所以呢 只有在RAW里面做才好 第三 我刚刚提到的做对比 做对比 很多人一来就拿contrast对比 我做对比是用exposure white and black 而不是简单的拿对比 因为我可以控制 白的多加多少 暗的加多少 第三 telebration 刚才我说的 教准里面的那个蓝颜色 是一个秘密武器 刚才大家一看了 你画面色彩不够 拿蓝颜色 然后谁过分的 再去调谁 比方说蓝色过分的 你就把蓝色调低 制造光渗透 用黑 刚才好几个例子 都用到这一点 用黑的 黑色色阶 然后呢 你会用反向的低黑者 去去朦胧 去强化它 就是 家务 就用反向黑朦胧 然后呢 有时候你会用到黑 去让它 范围扩大一点 画面的通透感 我们是通过加深简单 不要随便去用的clarity 清晰度啊 这个东西我没有写英文 是clarity 刷子 正常看到火车 灯柱和那个光线 那个临阵的光线是怎么制造的 刷子按住shift线就是直线 记住这一点 然后你还可以变大变小 火车光柱出来是小的 从灯火车前灯里出来是小的 到地面会变大 那么你是先点上面 在下面把那个灯 那个刷子的直径变大 然后按住shift键点一下 就变成从小到大的一个直线 当然你用它一个线性间变 再拉上去 让下面变暗 上面变亮 好我再说一下 内容可不可以代替photoshop 简单的一句话说不能代替 因为有些情况下你必须得用photoshop 合成紧身合成对战 复杂的曝光合成都有photoshop lightroom有一个HDR功能 越做越好 但是他做HDR是极其自动想的 他认为这个地方应该这样 就不是你到现场看到的 更不是你想要表达的 所以呢我做曝光合成 我大部分是在photoshop做 这就是这句话 最好的方法是photoshop 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 利用文版来做曝光合成 变形 如果要变形 比方说山要变小 嘴流要变大 曲线要拉出曲线出来 你的模特个子不够漂亮 个子不够高 你把它拉高 或者说是五胆三处像我这样的 你把它变成上面 像腿长点长腿 那么都在photoshop里面做 photoshop好多了 不是好一点 精细的局部加深简单 你要注意一下 精细局部加深简单 有时候还是在photoshop 做比较好 特别是手工简单 它的显得比较精 然后呢 photoshop有不同的混合模式 当我们做星空的时候 新的发亮新的光运 分别用到强光和楼光 我们就这样来做 那么这个只能在photoshop里面做到 在赖路里面只能模拟做不到那么好的效果 再一点 大家刚才看到我做那个选择亮度的时候 有一个可显区域 我的所有的亮度都有个可显区 我不知道这张图有没有啊 啊 请刚才刚才这个 这张图这个人有的可显区域 比方说这个水面吗 我选择这个水面的可显区域 这个这个慢慢确认还是之前的问题 啊应该是 应该是这里 这一带 这一带水面 啊这个水吗 这个水面可显区域 然后在这个可显区域的时候呢 这个 是哪个啊 我找不到是哪个了 这太多了 但是这水面可显区有个很大很大特点 就是你的水面这个范围 他是怎么去做的 i just can't find it oh my god 算了我不找他 这个出来了反倒这就出来了 但是你刚才那里看不到 我 在这个水面我直接加一个吧 加一个亮度范围 我直接演示大家给 那个 这个色彩范围 亮度范围 色彩范围都有这么一个 你加一个色彩范围 比方说我点这个地方 他选出这个 看到这个 我刚才说了 这是选重区域 这是语化区域 这个 我们用photoshop的人都知道 这个 photoshop也有亮度门板 我是最早使用亮度门板 而且用的非常熟的一个人 那么我又很 很 有资格去说 他们有什么区别 完全有这个 因为我用了很多 photoshop的 尤其是tony的那个luminate mask 它的亮度门板是low contrast 低亮度门板 low contrast低亮度门板 也就是说它比较细腻 它可以调高 但是也可以保低 但是photoshop的亮度门板 它是高亮度门板 high contrast亮度门板 high contrast亮度门板 就是它边缘分界比较明显 high contrast亮度门板 不能变低 也就是精细选择 有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你在拉到一定的时候 你就发现拉不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我只能简单说 当你发现luminate mask 达不到你的要求是 go to Photoshop go to ps ok 他的一个弱点 他也许以后会改进 但是他现在是这样子 另外Photoshop可以手工选择 修改好很多 LineLong可以用刷子 但是RideLong的刷子精确度 完全没办法跟Photoshop那么自如 而且他对CPU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我愿意用Photoshop 去做局部的手工的加工简单 不同的笔刷 因为你的 比方说我加物 我直接加个物 刚才是没有整个均匀加 但是我要加局部 就加一个像云 一朵云样的物 那么我有一个刷子 就是一朵云 那么我这份加的物 就是有续帐什么东西都可以有的 Photoshop的笔刷 可以选用不同的模板去加 那LineLong是没有的 然后有很多不同例行 比方是NIC Software 很多朋友都用的 我自己也用的 那么Photoshop才有 你其他都没有 实际上我自己做 即使我用LineLong做的片子 我到了Photoshop里面 我基本上第一做柔光 第二做SoftFocus SoftFocus就是NIC Software 就是古典 古典柔光 你刚才说 门板有什么区别 其实跟刚才一样的 我已经说了 就不说了 LiveZoom和CAMRO的修图方法 有什么区别 第一 应该是一模一样 你在这里 我做昨日的动作 我就没时间了 我本来有张图像 CAMRO也没做 没做 没办法做 但是目前 在LiveZoom里面 Photoshop里面 有一个东西 LiveZoom没有 他承诺要有 但是他就是没有实现 我看到我们进去 这是Meshukot 他承诺要有 但是他现在没有实现 就是说Photoshop 整体 就是LiveZoom 他整体 他有一个门板 有个曲线 有个曲线工具 Tunnel 这里有个曲线工具 曲线工具 这个曲线工具 但是Photoshop 的CAMRO 他门板 也有这个工具 这就是非常非常 特殊的一点 我做的每一个门板 我选择天空 选择地面 都还有一个曲线 我不知道多少能用曲线 我用曲线用的很多 我知道它的厉害 我不但对亮度调整 会色彩调整 高光低光的调整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当我的门板也有曲线的话 That's amazing 我任何一个门板 他做了 Sky 我希望他很快 这是一个完全没修的图 Original 我只为了演示一下 把他降低 拉下来 What is this?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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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point curve And including 这个各种颜色 This is amazing 这个功能非常强悍的 你可以在这上面做很多顺心的 不仅仅这样 我关掉好 在Photoshop里面 我们经常做一个动作 我要拿曲线的时候呢 我是在中间亮的区域拉曲线 这样呢 我不会让天空过亮的地方过亮 也不会让地面开暗的地方变暗 我拉中间曲线 中间亮度曲线做曲线 这是我常规做的一个动作 那我当我在Lite Room要做动作 我做不到 因为Lite Room的门板 比方说我选中一块 我门板没办法做那个曲线 我在这里呢 就可以 我选择中间区域的设计 刚才用加一个亮度范围 然后拉曲线 我只拉中间这一块 这个时候我会把Lite Room送到Photoshop里面来 比方说我送到Photoshop里面这张图 这是我修了的图 这一块 OK 它是 coming out 这个你们的这个东西把我这个折住了 我没办法放大 他这个有个桌面 什么桌面东西把我这个折住了 我没办法 我有可以开吗 可以开了 OK OK 因为我的门板 可以做这个 我就可以直接 在这个天空各个地方去做这个曲线 每个地方我都可以去做曲线 每一个区域比方说水面 我这个水面螺化 水面是很重要 我可以在这里做曲线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做这个这个动作 所以当我在Photoshop里面做Lite Room做完了 我要如果我要再做曲线做前距曲线 哪怕是前距光线曲线的话 我选中间光域的话 比方说这张图 我前距光的我把它缩小一点点 我把它缩小一点点 我把它缩小一点 我直接就写颜色吧 我不行 他必须要这样来做 刚才这个小诀窍 我把它缩小一点点 然后呢 我加 我加一个 Mask Linear Mask Linear Mask 我按住shift键 在外面加 这就我选中全局了 选中全局以后呢 我再说 你 跟我选中这里面的亮度 我随便点到任何一个空中一点 他会出来这么一个图 我把它拽到中间去 因为每个都可以拽动的 他这有几个东西呢 这边不见了啊 这个 电脑非常的慢 可能就是因为刚才操作 他慢慢把内存越来越圆越多 所以呢 我这比方说 我把这个中间去扩大一点点 再扩大一点点 大概这个意思吧 我就不想再再做 然后我说我在这个中间区域 我要拉曲线 这个是我经常做的动作 在Photoshop经常做的动作 那么我可以在这里 只对中间区域的亮度 拉曲线 那样呢我就不会引到 不会让高光 比如说他没选中这个高光区 他也没选中这种很暗的区 这个很暗区 那我这个 Mask是哪里 Linear Mask 大家知道我意思 他说实在太慢了 我不想去就去就在这里做 他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为我自己演练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说他不会这样 那时间实践推 他的那个Photoshop就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CB公司的人是自己说他们会加入 再来用 但是到目前一直 我等了三个月他都没出来 所以这是个小小的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 目前来用CAMRAW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当然都看到了问题 我以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 他用的用的会变慢 你要重启重新搞一次 就是他会比较慢 这是我对他最大最大的抱怨 尤其是修 修那张点修那些东西他特别的慢 然后呢我再回来就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 看了这么多案例作为新手 我是否可以只学Lightroom Camera 首先我回到前面讲了这么多话 已经跟大家回答 Lightroom可以让你很快的出作品 让你很快出作品 但是不要因为他很容易使用 不再追求掌握Photoshop 要知道Lightroom Camera之後 有一个更广阔的更自由的天空 那里去发挥 但是呢要快出作 很快出作品 确实Lightroom Camera可以做到 Lightroom接你信心 训练你的思路 剩下呢就是Photoshop使用技能 这个呢我就不继续讲了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 你如果要想学Photoshop 觉得Photoshop难的话 Lightroom不行的地方 刚才我说了 那些Photoshop可以做 那你就学这一部分了 比方说合成 比方说亮度门板的细利亮度门板 比方说D-Zen 这些东西是在Lightroom里面做不到 你要去学这一部分 这是你应该去学的 手机修断案例 看来我是讲不成了 那个可能 对 还是下次吧 我们先那个讲课 对 我只是很快的说一下 既然我不讲好 就 实际上方法是一样的 其实idea一样的 我只是说一句话 手机修图Lightroom 跟Photoshop 电脑上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点 它是一样的 至少一个东西没有object 但是其他东西都是一样 idea都是一样 这意味着什么 你在手机上可以做很多 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里面我就要说到 因为它几乎是一样 这意味着你的功能表达都是一样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 这就意味着 你可以用同样的思路 像马其修手机片 可以出大作的Lightroom 你的手机非常强悍 秒杀任何的搜出软件 我知道很多有很多朋友 用Navseed 我之前也是用Navseed 我用Navseed 我相信比绝大多人都用得早 因为Navseed是从这个 尼康的CatchNS最初那边出来的 我用了很多很多年Navseed 但是 有Lightroom以后 我从来没用过 我没杀 我从来没用过 为什么 第一它很强悍 第二 它因为跟我的电脑的修处思路 操作idea一样 它可以训练我 所以 它不但可以秒杀 它是我的非常强悍的训练器 你可以随时随地去训练 这也是我在目前正在做的 我的学员中 有些 他说我不能学方向 我实在不行了 人家大了我不想去了 好 Lightroom 跟我一起拍片 手机 我现场教你怎么修 马上就修作片出来 很惊讶 高兴的跳起来了 手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审查自己单版片 因为手机 手机和Lightroom 我不会显示具体的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Photoshop关掉 把这全部关掉 你在手机上修的每一张图 它都会在Lightroom这里 在你的电脑上出现 只要你是她的正版用户 这意味着什么呢 所有图你都会在电脑上去 这是一个 这是我手机片 手机修的图 它都会在我的电脑上出现 这是Mading 另外一个意味着什么 我刚才说 我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自己修了一张片子 我发表之前 我说发表之前 我是干嘛呢 我会在不同的电脑上去看它的效果 这种效果 在我的笔记本上看 在我的电脑台式机上看 然后呢 我会发一张片到我手机上看 我会觉得 我会也许 我在电脑上觉得还不错的 但是在手机上就觉得就是一个别扭 或者换一种光线 换一种环境上我就变了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片子 我再去修 但是因为手机上有个很强悍的lightroom 瞧瞧设定调这个东西 简直不在画像 我立马就用手机修了 小片嘛 因为是JP7片 立马就修了 修了以后 我回到电脑上去 我就看到这些片子 这个手机上修的每一张片子 都在这里出现 哪个片子要修 都在这里出现 Folders Folders呢 我这里有一个 这里给R式修图 R式后期测试 比方说正片子 我修完了 修完了 我在手机上看 哎呀我觉得要 怎么哪个地方不这么好 你怎么这么慢 我呢 可以出来了 那这是这是在电脑上修了 他的手机上 已经打了我的logo了 什么都好了 然后我在手机上一看 我觉得不怎么好 手机上看着什么样子 我当时看到这个样子 这个秋色怎么没表达出来呢 这秋色这么好的秋色 所以我就在手机上做了一些动作 很快的 这不是在电脑上修 只不过是 红布在我的电脑上去 这所有的这三个动作 都是在手机上修的 遵守一笔一画 来了几个 把这个颜色选中了 颜色选中了 让它变红 这里加亮 这里模拟这个光渗透 这个三个效果一做出来 那么 我把这个关掉 这个 整个这个效果就 我这就直接关掉了 然后我知道 我做了这三个 我就回到我的大途中 直接就在同样的也在 Photoshop 没有Photoshop 还是有 还是也可以用CAMERO 就把它修成一样的样子 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优势的特点 这三个特点 你如果有用手机 你一定要用手机 记住 最后如何学习 第一 你要是把我今天讲的课 我的idea 我的concept 我这些方法都学会了 那么 你基本上就 因为它就那么简单 叫它 相加 相减 然后多来几个 idea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你这个idea 比方说我刚才用的那些光柱 什么加这些 渐变是怎么弄 这个idea是最重要的 方法是无比简单 多练 刚才说了 电脑手机上都要练 如果你还不是Foreflow Adobe Photography 这个subscribe 就是一个月9块9毛9美金 如果前9块9块美金 对你来说一个月不是他问题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 就subscribe 如果你已经subscribe了 花钱了 那么 你一定要在你手机上安装一个lightroom 然后 把nexit Don't rely on it anymore 就用手机上lightroom 去做你的每一张图 包括你给你家人修的图 那一修 你们家的领导立马就震惊了 几秒钟就可以出来 很快的 我只做图 但跟朋友出去玩 拍张照片 转过神级再转过来 一张漂亮片子出来了 最后一点 就是思路 敏感 刚才我讲的这些东西方法 无比简单 这是让大家学乎的内容的原因 但是思路是最重要的 我已经给大家很多的这张片子的思路 包括我没办法讲 都把我的思路给大家讲了 要多练 另外这样你就跟对老师学 有些老师他不用这个lightroom的 那你当然就只能从pholoshop 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用lightroom的话 比简单 怎么跟pholoshop结合起来的话 你多跟老师学 多跟我们这样的老师学 进步会最快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 我讲的就到此 这个pholoshop lightroom 对于我来说 it's fun it's so simple 对我来说 我会说 let the fun begin 对于你们也应该是这样的 很好玩 不要觉得他后期太难怎么样 他真的是很简单 只要你有idea 只有想得到没有做不到的 就这样 这上面是我的这个 我的那个微信号 我关掉了 关掉了 OK好 那个现在我们 首先多感谢Henry老师 那个辛苦的做了很多准备 幕后再讲了很多的那个细节 我觉得我们因为时间拖的比较长了 是不是简单 有学员有几个问题 可以提问一下吧 就是 我来总结一下吧 大家放在掐重里了 蔡老师我来挑几个问题吧 有人说问怎么export这个片子 可能时间有限就先不讲这个了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lightroom的操作 有人问老师是常用tk8萌版吗 新的lightroom萌版是不是可以取代tk了 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已经回答了 刚才我在讲的时候 我刚才讲到lightroom的门板和 Luminosity的门板 用的就是tk的就是tony的这个门板 tk的门板 其实 刚才我就说简单的说lightroom的门板是high contrast门板 tony的那个门板是low contrast门板 如果不懂这句话那就怎么样呢 tony的门板 他可以更精细 而且tony的门板是high contrast low contrast可以变成high contrast high contrast不能变成low contrast 这是这一点 有一点比方说你选这个颜色 你说这个颜色范围很小很小很精确 你拉到最后的时候 你发现还是有你没选中的颜色 不想要的颜色在里面 那是因为他已经到尽头了 你已经到尽头了 他还选中了 也就是他的contract比较高一点点 我简单就这么说 所以呢 嗯很多情况下 其实刚才我比方我那个我那张图 我本来是有要给大家显示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群里面有人就说 哎那个lightroom的那个门板 那个那个效果精细 没办法跟photoshop比 我可以说大部分情况下 exactly the same 不会差 就刚刚我说的那张那张物理密集那张图 我用photoshop做的和用lightroom做的 放到百分之百看 细节非常好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景都适合的 有些场景你需要用low contrast 比较柔的这个这个这个 嗯亮度门板 然后你这亮度有123456 然后呢6到6 你还可以用那个 level 射接再去拉他 对不对 这个你的灵活性就多一些 那没有这么多灵活性 所以呢当你做不到的时候 我那天说一下 如果你做不到go to photoshop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愿意第一步都在这里试 试了 发现不行 因为很快嘛 add a mask 是我的座右铭记住 add another mask 不行了 get rid of it 他不会影响其他东西 这就对这个问题回答 好的 谢谢老师 啊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问snapseed 或者cap cut怎么样 嗯 这些呃 其他手机 我也回答了 嗯对老师也讲过了 如果你有如果你有subscribe 你可以拿或者你whatever手段 我不管你是正版盗版 因为我是用正版的 whatever手段 你能在手机上安装一个 lightloom mobile 最新版本 你就should get rid of a snap stick 这个不是说snapseed不好 而是因为 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训练工具 因为他思路方法 跟你电脑上一样的 这意味着你随时在训练自己 你训练到你的脑子里面 全部都是mask mask 你就是高手 毫无疑问的自然而然的 就变成了高手 好的谢谢老师 今天讲的非常精彩 我看同学们留言都是说 非常感谢 收获很大 那手机这一部分 今天来不及讲 可不可以请老师 就是之后会录下来 然后这样子 跟这个今天讲座的录像 放在一起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 可以听 我可以把手机 因为手机其实也蛮简单的 手机是因为跟photoshop 跟lightloom是一模 我特别强调对的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他的思路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 只有界面不同 目前手机唯一差一点 就是object这部分 他还没update 我不知道后面 因为AI 现在AI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object是AI 他没有 我觉得以后也会有的 但是他的subject这方面 和色彩什么 都跟lightloom 是exactly the same 所以呢 我显示也可以很很简单的演示 很快演示 大家要知道手机确实要用 手机lightloom 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工具 还有就是有人问老师 那个PS修那张晨光的教程 怎么能够拿到 就是那个available的那个教程 这个我没办法去 因为这个我只是可以提供给自己的 这个修程 这里有这几点 公开的 公众号里面的那个 公众号那张 那个公众号是公布的 你可以去到公众号去 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大家 我们有个全门群 可以大家在那边去或者找我也可以 或者我发给我们那个协调群 这个链接里面有有讲到 那张电视密临物件 是怎么做的 这是photoshop的方法 我们今天演示的是 lightloom里面完全可以做到的方法 但是思路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思路 这个就至于说其他的图片 其他图片呢 我可能会提供一些图片缩小了 我提供给我们自己的版权 因为这是我 这是我们自己的收费学员 我肯定要在这方面 要给他们有感觉 他们有受优待有不同 那不然的话来帮我们帮我们 帮我们帮兵干 我跟我学干什么呢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呢 我我没办法都已经都已经做到 但是方法在这里面 这样该讲了都有 都完全可以有 他们不同的是可以拿着拿着一张图 照着我这里的方法 照着我这些照着做一遍 其实我们网课 我们的后期后期网课 就是一个实战课 就是照着做老师讲 把利片给你 然后你一步步跟着来 所以呢 这个东西我还是给我们的 自己的学员 但是讲的该讲的内容 我在这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好的 谢谢老师 今天挺晚的了 谢谢 谢谢 就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呢 大家有兴趣呢 跟老师学习呢 就加老师的微信号 现在在这个上面 嗯 然后我们录像呢 会再过两天 等老师编辑好了以后 发给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蔡老师 谢谢 谢谢蔡老师 谢谢蔡老师 谢谢蔡老师